每天来围堂看短剧吧 她就是我的双方胎妹妹 是的大小姐 她就是我们精寒手术白家的二小姐 因家境贫寒这些年过得比较凄惨 一直靠着学校的奖学金补助生活 去年因成绩优秀 被我们白家旗下的亚特兰蒂斯大学特格录取 走 去亚特兰蒂斯 狗是不可以乱叫的哦 还不继续 中邦消息 白氏集团的大小姐又回国了 是金海首富的那个白家大小姐吗 我听说她做事雷厉风行 手段很辣 我还听说很少有人见过她的真面目呢 初童姐 你爸不是白氏的股东吗 你有没有见过她 我怎么可能没见过她 听说她这次回国呀 是要找她失散多年的妹妹 双胞胎妹妹 传闻他们白家资产五千亿 白大小姐还愿意找妹妹 跟自己平分家产呀 你弄到烦人干嘛 人家首富大小姐找她的妹妹 关你成事 你干什么吃的连阿波都不会 大姐 我们之前不是好朋友吗 就你这种人 也配跟我当朋友 你可听好了 我的朋友可都是像初童姐这样的世家大小姐 蔡薇 昨天考试呢 我召唤了你的卷子 你是不是告诉老师了呀 明明我告诉你啊 偷偷打小报告的人 同学是不待见你的哦 我我没有 你还真的没有 初童姐 二百二百二十度刚加热的 我不要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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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情苦人家养出来的孩子 怎么还这么细皮嫩肉的呀 这平时 没少伺候男人吧 这张脸 看着可真爱吃 你呢 不要这样 我爸是学校的校弟 你妈呢 就是个街边的地摊卖麻辣蹭的馅 就算你这张脸今天真有什么事 请下老师也不会多说半个字哦 就因为我家里就够 你们就能这么践踏了我的尊严吗 还敢跟我顶嘴 那看来是我下手担心了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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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脸 梨花带雨的 总觉得少了 什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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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不要这样 不要 哈哈哈 现在可漂亮多了 你还敢动 过来 干我了 哦 那我就画个王爸爸 姐姐 哈哈哈 快把相机给我 来 咱们张张啊 让全校园人都看看你这个样子 哎 差点什么 这衣服穿的也太多了吧 把他给我扒光在这 来 来 别别别 别不漂亮 听说你刚领了助学金啊 来让大家看看 这学校的优等生里面都穿的什么呀 快扒给他 这农村人还穿蕾丝 我给你 你整个土的呀 哎 哎 先生 你 会到这 让我放过你啊 也可以呀 那你归下来给我擦鞋 用手擦 用嘴舔 白彩卑你没张眼睛又在干什么 白彩卑 我说你怎么跑那么快呀 原来是看到燕年了呀 你还要不要点脸呀 我跟你讲 就算你再怎么投怀送抱 燕年都会看上你这个乡下人哦 燕年 我 你有完没完 我把话跟你说得很清楚了吧 刚才我不是故意的燕年 我 滚开 丧死了 你也不看看你现在什么德行 就你这副样子 我多看你一眼都先恶心 就因为我穷 所以你们就可以随意践踏我的尊严吗 穷人也谈尊严啊 你一个靠学校助学金生活的社会助手 有资格在这谈尊严 一股酸味 涂里涂气的贱人 也敢屡次三半的跟我初同姐作对 我看你是不想在亚太兰第四呆了吧 不行 要是我被开除 妈妈一定会很难过的 真是酒精哦 要不要 我帮你削下毒呀 不要不要啊 真是郭子 我还有事 小董燕年 等我和他算完账 我请你吃饭哦 你还敢不敢打小报告 还敢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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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知道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果然这酒瘾一消毒 身上麻辣酱冰之味都没有了呢 我告诉你啊 这学校呢 他好赏心一点 我还可以放他赏心 让你闭眼 不然的话 我就告诉老师 让你这辈子啊 都避不了 我第一小人了 走吧 还不快一点啊 初同姐 今天这么快就玩开心了 这么轻松 就让这个剑蹄子走了 他妈的麻辣烫店 我们再次见 好戏在后头 哎回来了 今天在车里怎么样呀 白彩杯 难怪要得贫困补助啊 原来他妈还真是个成员啊 我求求你们了 别为了我妈妈 彩杯啊 这是你们同学们吧 来快做快做啊 不用了老太婆 我问你啊 你到底是怎么教育的女儿 她敢在学校和我抢男人 不可能呢 我女儿她一向懂事听话的 不可能做这种事 老太婆 我们有必要骗你吗 彩薇啊 这是不是真的呀 你现在正在读书的时候 不应该谈恋爱的 更何况是抢别人男朋友 我没有 我们初同姐的爸爸 可是学校的校董 得罪了我们初同姐 你信不信 学校马上开除你的女儿 开除 我女儿寒窗苦读十年 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又勤俭之家 你们怎么能说开除就开除了呢 没有的 我 那不如 我给你准备 你这个当妈的呢 那下来 我磕蛇小 我要是高兴了 说不定就不开除女儿 我我我 我 妈你别听他们的 彩薇 你女儿明天能不能上学 就看你的表现了 我跟你们磕头 我跟你们道歉 求求你们了 你只要不开除我女儿 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妈 你们别欺人太善 欺负你怎么了 就我不是第一天欺负你 你还敢撑嘴 来人 把瘫子给我砸了 不要砸我瘫子 我求求你了 放我们一条生路 我妈我妈 只为她生活呢 要怪呀 就怪你女儿太不懂事了 她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 竟然敢替代我 成为优秀学生代表 你们一个下等家庭 也敢上贵族学校 给我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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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人命了 我们怎么办 妈 你怎么了 那你别吓我呀 妈 是这个死老太婆自己跑上去的 管我们什么事 走 妈 妈你学学你学学呀 妈 医生 我抱歉 我们已经尽力了 请您节哀 不可能 不可能 妈 你怎么能就这么死了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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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猪童 啊 你会这样讲对我的目前 啊 微笑 就是 就是你们害死了我吗 我要你们陪你啊 要 你妈真死了 你们这些杀人凶事手 你有证据吗 在这大吵大闹的 马路上有监控 我马上打电话告诉警察 你们一个都别想跑 啊 我看你怎么打电话 我妈做错了什么 你们要害死他 死就死了呗 有什么大件小怪的 穷人的命 又不值钱 那可是活生生的一条命啊 你们的心真糟 你听不懂人话呀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 是那个老太婆自己闯到马路上的 公伙我们什么事啊 再说了 就算是我真把你妈杀了 我爸也能帮我摆平 这 就是我们穿 有权有势 就能使人命如草菊吗 你们这样行事 是会遭报应的 报应 我的报应什么时候来 我是不知道 但是你哪里就死了 你的报应啊 你的报应啊 你交代 我要不是陪你啊 快把他拉开 你们这群人要想处遗忘 我才报应呢 啊 你快去看了 他还传信吗 啊 周军姐 他好像死了 今天被人抗杀来这快快走 啊 我只是死了吗 我只是死了吗 我的妹妹 她是谁 怎么和我长得英明呢 啊 啊 蔡薇 你是金海首富 白家的二小姐 本该坚持欲言 轻巧万贵的长大 可惜小时候走丢了 流落在外那么多年 啊 害你吃了那么多狂 啊 啊 害死的这样不明不明 都是人间的错 你也有姐姐 我不是过 马上去查 谁是害死我妹妹的凶手 是 大小姐 没想到 我有比杨初同还显赫的家事 只可惜 我已经死了 我能重新来一次 可定要让他们所有人付出代价 喂 醒醒醒醒 快醒醒 我这是到天堂了吗 什么天堂呀 你睡糊涂了吧 妈 你还活着 太好了 你这个孩子 什么死不死活不活的呀 哎呀 赶紧起床吃饭了 不如上学去呢 刚开学没多长时间 你这迟到了以后影响不好 不对啊 我明明入学一年多 妈 现在是几几年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 现在是2022年呀 三个月之前 你刚刚考上亚特兰蒂斯大学 22年 啊 你这孩子 这干什么呀 今天怎么这样 看来是真的 看来是真的 我不仅没死 还回到了一年前 妈 我好想你啊 妈 既然我还活着 杨出童 你们这群人就别想好过 这一次 我再也不会认你们摆布了 我现在就去认回我真正的身份 妹妹 真的是你 姐姐 这次终于有机会和你相认了 说什么傻话 就算是赴汤导火 我也会去找你的呀 这些年 你受苦了 都过去了 听说你在亚特兰蒂斯上学 正好 这是我们白家的学校 既然你回来了 我就把它送给你 以后它就是你的了 啊 你要把世界顶级贵族院校送给我 这只是咱们白家旗下产业的冰山翼角 我再给你办一个酒会 告诉所有人 我们白家二小姐回来了 姐姐 这件事先不用着急 我想先不要公开我的身份 因为在学校 我还有些债 想亲自讨回来 好 你尽管放心大胆的去做 你记住 我们白家的青金小姐 受得半点委屈 在我白长哥面前 是龙是虎 都得给我盘着握着 原来被姐姐保护的感觉 是这种感觉 语文管家 麻烦你帮我查一下 杨初彤 谭芳芳 方安娜她们三个人所有的资料 过几天 学校要组织一个社团活动 不用的当地 管家 立刻通知校长 让她在活动上多照顾彩薇 立刻背车 送我妹妹去学校 是大小姐 杨初彤 上一世 你和同学 对我百般凌辱 老天给了我 重活一世的机会 这场黄昏盛宴 我可是很期待你的表演 欢迎大家来到全校第一大社团 街舞社的招生活动现场 大家都知道 我们街舞社的成员在学校 那可是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是全校同学都想加入的社团 现在啊 就让我们有请社长杨初彤上台 白彩薇 你一个靠受贫困否则究竟的穷鬼 怎么好一起来舞街舞社呀 是之前喜欢艳年的事 被前校同学嘲笑 还不够丢脸呀 既然你这么想我 那我就关你 各位 他呢 就是昨天风靡群像论坛的白彩薇 在今天活动的开始之前 我们先采访一下 这个乡下的土包子 是怎么敢给艳年写情书的 还真是跟上一世一模一样 就是在这里 我被百般齐 央出头 你的好日子 马上到头了 艳年也不是你男朋友吧 谁跟他写情书跟你有关系吗 这个白彩薇 你平时就是个软柿子 怎么今天敢跟我点嘴啊 出头姐可是我们学校的大姐大 你敢不跟他抢男人还敢这么跟他说话 你现在最好立刻马上跟我们出头姐道歉 再做三个月随叫随到的丫鬟 我们啊可以考虑原谅你 道歉 我凭什么道歉 全校跟艳年表白的女孩子那么多 难不成都要挨个和他道歉吗 你是不是拼养了 你连我的话都不听了 你以为我还会像以前一样 这你欺负吗 你白彩薇你是不是疯了 大家看 这就是白彩薇给艳年写的情书 要不要 我给大家念一段了 艳年 想起来很喜欢宫崎俊说的一句话 你要 不要在这念那个程度和我写的这种表情 丧了 艳年 白彩薇就在那呢 你要不要去看一下你的追求一下 哎 把你写的货东西拿回去 是不是你在论台上发的 我警告你以后别再来烦我 被你喜欢真是让人恶心 艳年长得也不过如此嘛 我之前眼睛果真是被猪油蒙蔽了 怎么会喜欢这种人 可不是吗 白彩薇 你家就是个臭崴地摊的 我们学校是贵族学校 这里的家长随随便便身价 你家都是上百万的 怎么会有你这个臭卖麻辣烫的下的人 人生啊 还真是处处充满不顾 她羊橱虫就算什么都不做 你们都认为她是对的 我费尽心思 她的满手事情 就因为我妈是卖麻辣烫的 就否定我所有的努力吗 你 还有你们这些个人 一个个跟着羊橱虫为非作歹 对我恶言冷语 伤害我 冷落我 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你们这些冷眼旁观的人是会遭报应的 你说什么东西 这一发掌是我刚刚还你的 这一发掌是教你伤害别人的闲事 谁敢打我 论坛上的东西不是我发的 我也是受害者 至于曾经喜欢过你这件事 想到的时候 比你更弱心 你 我看你是被我拒绝以后 觉得没有面子才做硬的吗 你除了有一点色相 身上还有哪一点好 你和羊橱虫还真是绝备 一个道德之下 一个水性的 你说谁水性羊花呢 怎么 唏嘘了 不如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看呢 哈哈哈哈 杨初彤 我送的礼物 你还喜欢吗 天呐初彤姐 这是怎么回事 这真的是你 你给我闭嘴 这怎么可能是我 天呐 视频里那个女人脖子上的痣 是 跟杨初彤一模一样 杨初彤 你跟这么多男人睡过 还想追我 哇哦 杨初彤 你要是这么随便 你早点说呀 今天晚上白云周夜 二五三 我没有兴趣来 滚 杨年 真不是这样的 你听我说真不是 证据确凿 狡辩什么 杨卫 你这个臭标子 你敢骗害我 住手 让他出头 你在干什么 校长来的正好 这有一个造同学要的坏同学 我正准备叫他呢 我看应该叫的是你吧 校长 你敢打我 人校都看到了不雅视频了 我们去校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 你还不知错 你是疯了吧 我爸可是校导 你知道哥对他什么意思吗 你爸是校懂又如何 这学校可是我们家的 我管你爸是谁 就因为你 让我学校被骂惨了 要不是看看你爸的面子 早被开除了 我已经给够你面子了 校长 还跟他废什么话 还不赶紧扔出去 免得他在这丢了一现眼 杨春风 别葬了我的手 还不自己滚出去 校长 不关我的事 都怪这个白彩外 中间 行了 都散了吧 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楚童姐 这下他面子不丢大了 边姐 幸亏你当时没有从来到 少了 你们也走吧 二小姐 您到我们学校来上学 怎么不天天通知医生呢 让您受了委屈 我怎么过意的去啊 校长 希望您暂时别把我的身份说出去 好的好的 好的 好了 你脾气发够了没有啊 妈 就因为那个卖麻辣烫子野丫头 我都被学校里赶出来了 妈 你就去求求爸爸 我想回去上学行不行 还不是因为你那支视频照片 我现在都不好意思出门了 你呀 现在家里待几天 避避风头 要不然 我和你爸 把你送出国上学去 我不要 我就要去那上学 我去看看谁来了 白彩薇把我害成这样 我怎么能咽得下这口气 我必须回去收拾她 方方 你可来了 你呀好好配备书童 我呀去给你切水果 谢谢阿姨 书童姐 你休息的怎么样啊 还能怎么样 一想到她 我切了饭都吃不下 书童姐你消消气 书童姐 你要是真想收拾她 我倒是有一个好处 过几天 不是你的生日会吧 到时候 我们就在你的生日会上 好好收拾收拾 二小姐 我已经吩咐下去了 今天校长没为难您吧 没有 你做得很好 这都是属下应该做的 还有 您吩咐属下去调查 把您的情书放到论坛上的是方安的 看来我猜得不错 他真是个双面人 平日里对我不错 却在背地里使唤 这个方安娜家境普通 在亚特兰蒂斯这种贵族学校 属于中等偏下 她竟然敢对二小姐不敬 要不要属下给她点教训 把她开除 她害死我 我怎么能这么便宜的 不用 我自有办法 啊 周末是初红姐的生日 晚上在北北酒店 你不愿意去做生日会 你们到时候 可记得都来参加 她都不玩上学了 还请我们去参加生日会 周童姐过几天就回来了 她爸可是笑懂 她还不是想回来就回来 我告诉你们 别趁着初红姐不在这几天 自己心里有什么小休息 在这儿 还没有人能撼动初红姐的位置 你这话说的哪能啊 放心吧 到时候我一定准时参加 白云酒店可是京海最贵的酒店 初红姐这么大方 你们到时候可别辜负初红姐的一番心意 白云酒店不就是白氏旗下的酒店吗 这不又是我家的吗 你到时候也一块来啊 让你见识一下 人和人之间的差距 我可不敢去 我怕在生日宴上惹大小姐生气 初红姐说了 大家都是同学嘛 关系没必要闹得那么僵 她呀可是特意邀请你 希望这次能和你冰释前嫌呢 你要不要给个面子啊 好 我去 她要是真有这觉悟 就不会害死我和我妈了 什么鬼借口 去就去 我倒是要看看 她这次又想干嘛 白彩薇 你这次完了 看我们这次怎么整死你 芳芳 你有什么事吗 我想加入街舞社可以吗 就你 凭什么 你能对我们做什么共享 就是 白彩薇的情书可是我放在论坛上的 她以为我跟她是好朋友 我可以帮你们找她 还真是要什么来什么 周末初红姐的生日宴 你到时候可以来 至于到底能不能加入 还得看你到时候的表现 好 安娜 刚才才芳芳和你说什么呀 没什么 就是一些作业问题 是吗 既然你不仁 就别怪我不命 安娜 我刚刚知道了一个秘密 刚才芳芳的部分 生快乐 谢谢 初红姐 你今天可真是太美了 初红姐 你这条裙子是限定款吧 我前两天刚从杂志上看到 虽然你们有眼光啊 我这条裙子 可是从意大利空运来的 全球啊 只有十条 谁让杨初红 才是真正的公主 公主殿下 您这次可真的是大手笔 大排场啊 是啊 初红姐 这不仅这么豪华 这次肯定花了不少钱吧 我爸说了 我二十岁的生日呀 要风风光光的大半 花多少钱都没关系 对了 燕姐呢 她怎么没来 她说她有事来不了 她还真是不是抬举 初红姐你消消气 她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才没来的 再说了 你下周就回学校了 到时候还怕见不着她嘛 人头到齐了吗 还差那个白彩飞和方安娜没来 对不起对不起 我来晚了 初红姐 祝你生日快乐 你今天真漂亮 她就是想加入咱们的方安娜 明面上是白彩飞的好朋友 不过她说 她可以帮咱们对付白彩飞 她还有点肉 我现在同意你加入我们了 谢谢初红姐 我现在呀 还真是迫不及待 这白彩飞呀 她到底穿什么来 哈哈哈 我也是呢 该不会就穿个地摊货 就来了吧 哈哈哈 拉倒吧 我估计呀 她刚从麻辣摊上下来 穿着围裙就赶过来了 哈哈哈 就她那球三样 她要是过来 把咱这档次都给拉低了 白杀了初红 花这么多钱 张迪 大家呀 都是投协的 就多担担点嘛 嗯 毕竟啊 这野鸡她不能变成疯狂 初红姐 你做人就是太善良了 还能原谅像她这种道德低下的小太妹 要不是她家主本身冒心烟 认识初红姐这种云端上的人 就凭她 这辈子都不可能踏入这种地方一步吧 哈哈哈 哎你们听 好像有车 这是白采薇 刚刚 从豪车上下来的 是白采薇 怎么可能 这么远你肯定是看错 就是 她这种人 怎么可能坐得起豪车呢 我没来晚吧 她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漂亮 居然真的是她 竟然让她压我一头 白采薇啊 看不出来呀 你还是有点姿色的吧 白采薇 你架子倒是挺 来得最晚 让我们好等 好了方方 她今天呀 可是坐着豪车来的呢 估计呀 是为了在我们面前撑场面 租的吧 你呀 体谅一点 遇见这租车呀 可是要等呢 我家就有豪车 用得着租 笑死了 你别说大话了 你知道一样豪车多少钱了 你以为三轮车呢 还你家呢 哎 白采薇 你这条裙子 我好像认得见了 我怎么看起来也这么眼熟呢 像是那件GF全球旧一件的高定礼服 你这么说好像还真是 那件高定一个亿呢 也不是有钱就能买得到 那件高定啊 是卖给全球财富排行百分之一的家族 你们眼神倒还不错 你们瞎说什么呢 一个亿 这么多钱 我们土包子 十辈子都赚不到这么多钱 怎么可能买得起这么贵的裙子 是啊 你们两个要是眼睛不好 就赶紧去治 别在这胡说八道 让小人得意 楚宗姐 我们错了 他们没说错 就是那条裙子 白采薇 你不要以为自己有点姿色 你就可以醒着做梦啊 我看你身上那件啊 最多就是个厌品 你们爱信不信 不是我说 你连生日礼物都没买 你还好意思来 白采薇 你的礼物呢 你不会空着说来的吧 还给你们这群杀人凶手送礼物 想都不要想 我没买 不是我说 你连生日礼物都没买 你还好意思来 这儿可是全市最贵的白云酒店 合着 你就是过来白吃白喝的了 是啊 你怎么空手过来的 方安娜 你为什么帮着他们为难我 忘了告诉你了 他呀 现在加入我们街舞社了 你的好朋友 现在变成了我们人 他也不是什么好朋友 也不值得你们这么得 哎呀 给你看看 我给楚同姐买的生日礼物 这可是国外空运过来的箱链 限量款 全球 只有五十条 算了吧 方方 你给他这种土包子 看这种东西干什么呀 他又不认识 他呀 不送礼物就不送礼物吧 我还怕他呀 送一碗麻辣烫过来呢 哈哈哈 我就是送 也不会送给你这么 你那种地摊货呀 我才不敢吃呢 好啊 今天是我的生日 大家就先坐吧 哦 楚同 今天 我这是让你破费吧 没关系 大家呀 都是同学 别客气啊 给我过生日啊 我花这点钱啊 没什么 楚同姐 你看你说的什么话呀 像你这种白富美 愿意和我们一起过生日 我们倍感荣幸 对呀 楚同姐 我们这些人在学校 可都得仰仗你带我们玩了 好说好说 大家呀 都是同学 真是没教养的土包子 一点礼貌都没了 你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行吗 楚同姐 你身份高贵 别跟他激情 免得降低自己的道词 你们什么道词啊 懒得和你说话 看你一眼我就觉得倒胃口 我现在呀 突然很想看到 以后你们知道我的身份后 会是什么表情 你这话什么意思 以后 你们就会明白 不同 咱们大家都是同学 你好心好意邀请他来 他倒好 过来捣坏 需不需要 我帮你教训教训他 我呀 最喜欢治这种 不知天高地厚 没脸没皮的贱 有劳你了 白产卫 喝下去吧 然后 再给我们出头会计想来道歉 你还等什么呢 还不赶紧喝了他 你还是自己喝 你敢泼我 你找死 白产卫 你什么意思 张迪家里可是开旅行社的 身价千万 可不是你这种人能招累得起的 你敢得罪他 这下 你可要遭殃了 张迪 你别后悔 还真别说 这张迪叫一起人来呀 还真 可不是嘛 张迪在我们学校 好歹也算是一号人物呢 多少人都跟他表白呢 看样子 张迪是真生气 谁让白产卫对初红姐不进来 就应该这么致 娃娃烫小姐 你还别说 你虽然痛苦 但倒是有点姿色 这样吧 你陪我睡着 要是把我高兴了 今天这事说不定我就没有了 你混蛋 这两巴掌 是管你刚刚打我的 这一巴掌 是对你刚刚对我口不择言 侮辱我 你放肆 还敢接电话 老子现在就要弄死你 张迪 我今天 就让你好好玩玩他 怎么样 你的意思是 让他把这个喝下去 他之后就会任意摆过了 你想让他干什么 都可以 还是你有办法 今晚就算他不死 也要没他半条命 白采薇 刚才的事 不是不合你计较吗 现在 你只要把这杯酒喝了 刚才的事就算了 我不喝 哦 你是在博我的面子 要喝你自己喝 今天 你必须喝 住手 你们他们谁呀 我是酒店经理 我们大小姐说了 敢欺负我们二小姐 绝不呼吸 你们说什么呢 我什么都没有干啊 什么大小姐二小姐的 你们是不是搞错啊 他们何去护我来欺负我 还要逼我喝放了东西的酒 死到这头了 还跟嘴巴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静怜啊 你瞎呀 这打人你不管啊 这人也畜生 就该打 天呐 张迪这是得罪神啊 我也搞不清楚呀 他花心下流 我尊重女性 你既然那么喜欢给别人的酒里下东西 我看这杯酒 你还是自己喝了吧 我不要 我不干 我 我 我 再给你找几个男人 让你舒服 呃 呃 带着去 不是你们要带我去哪 我不去 我告诉你们 我不是普通人 你们到底是谁的知识呢 猪童 猪童救我猪童 骂着 你们知道我是谁吧 我姓杨 我爸是白氏董事 这是民事的地方 你们敢在乎我们的事也不少仨业 是不是没把白氏放在眼里 你爸在我们大小姐眼里还不够看呢 闭嘴吗你 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 我马上给我爸打电话 有人管管你们 等一下 现在你们知道怕了 那就现在 立刻马上给我道歉 道歉 你们得罪了大人 现在马上从这里出去 我们酒店不接待你 请问 谁有此理 楚童姐 快来你爸爸打电话 六八 您招打了电话 我爸现在有事 你们给我等着 少废话 我扔出去 杨楚童 看来你今天这个生日宴是犯不成了 那我们就先走喽 楚童姐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怎么会在你生日宴上被赶出来啊 是啊楚童姐 你认识那个经理吗 但怎么这么做生意呢 还是我们得罪了大人物 我们什么时候得罪大人物了 我也搞不清楚 这 这太奇怪了 你们说 他们会把张迪带到哪去啊 这光天化日朗朗乾坤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啊 张迪刚才不是一直在咱们身边吗 他不就打了那白彩薇两下 该不会 那个人说的什么大小姐二小姐 就是白彩薇吧 可是我们也没得罪其他人呀 不可能 白彩薇这种人 怎么可能跟大小姐沾边呢 就是 差什么德性 他们谁不知道啊 就是 他不就是一个没有妈 还卖麻辣烫的臭屌丝嘛 二小姐下辈子 那野丫头怎么可能跟千金沾边啊 听见的千金 应该是像我们初童姐这样美丽大方 那你们说 我们得罪谁了 谁知道呢 不过 那个张迪本来就是个渣男 你说不准他扎了谁家的大小姐 因为他 所以才嵌怒了他 别管 咱们啊 可不能因为一个渣男 耽误了初童姐的生日是不是 对了 初童姐 我从白小月那打劲道的新秘密 一定不信不到 你快说说 他打劲道 叶年许是抹杂力的主意 如果有人给他做 他一定是会喜欢的 他还在打劲人的主意 肯定是他贼心不死 现在还想着翘你强角呢 初童姐 肯定是他贼心不死 现在还想着翘你强角呢 初童姐 他是准备给叶年做抹茶味的饼干 他还在准备呢 初童姐 你现在就准备 你先做好送给叶年 叶年知道你这个天之娇女 亲自为他下厨 肯定会特别感动 马上就答应给你在一起了 好 我呀 你一个天就准备 你来干什么 叶年 听说你又拿了专业鱼 恭喜你 这个是我亲手做的饼干 你尝尝 我不要 哎呀吃一个 吃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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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年 这可是初童姐亲手做的 你给面子吃一块能怎么样吗 难吃死了 什么东西这是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亲手做了一下午的饼干 你这样吃了一口你就吐了 是不是太过分了 我过分 是我让你做的吗 还不是你自作主张非要做给我 再说这是什么东西 抹茶吗 我对抹茶不敏你是不是 你是想害死我吗 不是 我不是有意的 我知道你对抹茶过敏 你不是最喜欢吃抹茶蛋糕的吗 这怎么会 谁告诉你我喜欢你 这分明就是你的借口 央主头我告诉我不行 不管你是千金大小姐 还是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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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行 让开 为什么 为什么你就是不喜欢我 初童姐 要不我帮你扔过吧 把范莱娜跟我叫过 今天 他们大了 没问题 范莱娜 你让杨初童这么丢零 还是不顾客 你们这群害死我的人 就狗咬狗俱 你 你这个贱人 事实的给你担心 竟敢来耍我 初童姐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对你公斤还不够 怎么敢耍你呢 你还不承认 你让我在艳莲面前那么丢面子 你说说吧 这一账 你应该怎么算 我 我 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 我问你 是谁给你出的主意 告诉我说什么 他喜欢吃抹茶饼干 是白范莱 这是他告诉我的 肯定是他想害你 我冤枉 你还不承认 他告诉你的 难道他会知道你转特会告诉我 还有天眼不成 就是你这个贱人 看我吃鳖之后 你也觉得 你可以自己杀我了是不是 还不赶紧给我跪下 初童姐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请你这次放过我 放过你 怎么可能 我要让你滚之下 他们那些 你别开除了 你不会开除 初童姐 不行啊 你别干除我 你让我干什么 我都可以 你这个容易 你要你有何用 还把你都滚 看你们狗咬狗 可真有意思 这件事情 白彩薇会不会有惨 管她有没有惨 下一个手势 就是她 管家 你怎么来了 小姐 这不是大小姐不放心你 让我来看看你 白彩薇 我说你最近怎么这么神奇啊 原本是放上大款了 这下让我抓到八条吧 你让她放心 我这里没有什么事情 你让别人看见 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的身份 你先回去吧 好的 二小姐 那你照顾好自己 看来 你帮到大款了 正绩我可都拍下来了 你要是不想让全校的同学 都知道的话 那你就精彩来跟我聊聊 我正愁没机会呢 真是巧了 好啊 她去利比多三千 走吧 来了来了 走 好玩吗 你走路不长眼的呀 幼稚 有话快说 土包子 我们现在可有你帮大款的照片 你怎么还这么硬气啊 要不然 你现在故意她来磕磕头 我还考虑考虑呀 帮你隐瞒一下 不然 我就发到学校论坛上 让你呀 再火一把 让全校的同学呀 都知道 你这个卖麻辣烫的小妹呀 卖身呢 你们胡说什么 这是我家管家 我们什么都没有 管家 你骗谁呢 你一个卖麻辣烫的 还有管家 我家住在京海最贵的小区里面 只有我这样的家庭 才有管家 你说你有 谁信呢 怕是我们家管家一个月的工资 你妈那个破摊 一年挣的都多吧 就因为你们家有点钱 原来就这么嚣张呢 哎 你别说 说不定啊 她还真有呢 不过就她这副穷三样啊 也抱不上什么有钱人 没准啊 是谁的管家 看着自己主人的豪车 出来装大款呢 大家还真是不挑啊 要不我们好心 给你叫叫对象 哎 我们家小区楼下那个保安啊 大概有 五十多岁了 有两个刚毕业的儿子 怎么样 介绍给你认识认识 方方 像人家那种好人家 刚毕业的男生呀 能看上他吗 你想什么呢 我说的呀 是我们家楼下 那个五十多岁的保安 人家两个儿子 怎么可能看得上他呀 不过 我们小区内保安的福利待遇 可好了 你到时候嫁过去啊 比你这个 当个没名没粉的小三强多了 人家还能给你领证呢 他这一嫁过去啊 还有两个白俭的儿子 这么好的条件啊 人家还不一定同意呢 你们自己怎么不去 我好心好意给他介绍对象 他还不领情 白瞎我一番好心啊 咱们呀 在这么贵族的学校里面 没准人家心里想着呀 在咱们学校那些 富家子弟里面呀 掉开头 就他们那圈富家子弟 果可高攀不起 要要要 知道自己高攀不起 人啊就得有自知之明 要不然的话呢 将来的路不好走啊 你记得那个方安呢 他退学之后呀 开直播去了 他现在直播里面呀 都跳骚舞呢 他那个直播我看过了 直播间啊就五百多个人 那直播间的大哥 天天叫他脱衣服呢 就他这样的人 也配跟咱们一块混 什么想法呀 可别这么说 好歹人家呀是自力更生 比某些人强 人穷至短 老板我来写三 今天这场戏的主角 终于来了 这人怎么跟你眼熟啊 燕年 是你 你怎么穿上这身衣服 燕年 你现在是在送外卖吗 是 燕年 你怎么穿外卖小哥了 你们家 不是开房地产公司的吗 我 我爸怕我养上设置浪费的习惯 所以让我出来体验生活 宇文太都把你们家破产的事告诉我 我就看着你怎么继续装 你爸想的真周到 你家叫真好 燕年 你工作 怎么出来送外卖 为什么不去你爸的公司实习呢 我这不是想去体验一下生活吗 就是 人家燕年一个富二代 出来送外卖是看心情 不像你们家 卖麻辣烫呀 纯是为了自力更生 是啊 我也不是没得选 不说了 我去 学餐 等一下 你跑什么 你爸 不是破产了吗 不是 你别乱说 我家没有破产 燕年 你无不无聊 燕年他们家那么大公司 怎么可能说破产就破产 你一张照片都说了什么 他们家的公司叫岩石制造 你们现在就可以从网上搜 现在网上铺天盖地全是他们公司破产的新闻 这总不会有假吧 不是 不是 都是假的 燕年 你撒谎 你看 这么多的新闻都爆了 怎么可能是假的 燕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家的公司在上个月确实是老 但是瘦子的骆驼比马大 我家还是很有钱的 燕年 你怎么还装呢 有钱你送外卖 刚刚老板可是都跟我说了 你这几天 可是几乎都是脸轴转的 燕年 你体验生活 有必要这么努力吗 好吧 我承认我家确实是欠了不少钱 我除了孙外卖 也就是为了回家 你们现在怎么不笑了 刚刚嘲笑别人的时候不是笑的挺开心的吗 舒同姐 她现在 她现在可是个裙光蛋了 你还喜欢她吗 怎么可能 我怎么可能喜欢一个送外卖的 燕年 你家都破产了 你之前还和我那么转说话 那我可就放心了 要是初同姐你还喜欢她 我可不敢嘲笑她了 你们还真是一对势力 随你们变 还有什么 没事我就先走了 哎燕年 你看到我们这些同学就跑是什么意思呀 来 过来坐 还是过了吧 我还要工作工作 工作 你那个破工作 一天能挣几个钱 不行好吗 一天能挣两三百 一天能挣两三百 来 先给你这些 玩你室里真工作的 要不 今晚就别走了 我不要放手 这些都给你 走行了吧 这不是钱的事 你现在都送外卖了 还敢给我拿枪拿掉 我叫你拿着你就拿着 你别敬酒不是吃啥酒 都欠了一屁股债了 你扭扭捏捏的干什么 初同姐现在愿意跟你说话 这是在给你机会 你应该知道感恩 你送个外卖 能还得起债了 要不然 我给你出个主意怎么样 你去当鸭子 好的时候呀 一天能挣两三万呢 怎么样 杨初同 你还真是有意思 前两天还在做人家的田狗 现在就让人家做鸭子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我现在是弱 但不代表我以后的事 走着瞧 杨初同 杨初同 我还以为你有什么本事才来找你聊聊 没想到你手里除了几张破照片什么都没有 你得以什么 我想找你的错 不是很容易吗 现在连老天都不帮你 如果我回去 把夜年出来送外卖家里破产的事情说出去 全校都知道你喜欢他 以你的虚荣程度 你能接受吗 现在可不是你威胁我的时候 你很威胁我 我现在就让我爸开除夜年 看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那我倒是乐见其成 反正你喜欢他的事情 全校都不知 这个贱人 看他这副嘴脸 真是爱人 他的家 那我 para 我给你 他给他送给他 你的意思是找几个想握握 好好收拾 什么 лив strive 跟我超ma 老师 Marine 你š time 我視 comida 我会清杰 你大 muitos 我会ringe 不听 来 下一个 你讨厌 小妹妹 我哪儿走啊 我认识你们吗 麻烦你们让开 你们挡着我的路 小妹妹 乖乖听话 跟了我哥俩 让你爽爽 要不然 你就得挨打受罪 你这个秃驴 想的倒是挺美 哎呀 还挺酱 给我上 二小姐 属下已经制服了 这两个人 二小姐 该怎么处置他们俩 先把他们绑起 去 我们知道错了 我们有眼不识泰山 不该对您 起歹心 你就放过我们这次吧 下次再也不敢了 我和你们无冤无仇 你们这么做 肯定是受人指使的 说 是谁指使你们来的 我不能说 二小姐给你机会 你还敢不说 你信不信 让你竖着出来 横着出去 我 我说 是 是杨竹童 让我过来了 二小姐 又是这个臭女人 要不要属下 把她处置掉 不必 这么早就做掉她 不就没得玩了 虎哥是吧 是 是 你现在就给杨竹童打电话 就和事办成了 敢做 我警告你 你也耍花样 信不信我 我一人 不敢不敢 我我我这就打 宝贝 事我办成了 你赶紧过来看看吧 办得漂亮 这个建设还不错吧 赏你了 我马上张 真可恶 你这种人竟然卸毒二小姐 不敢了 再再也不敢了 饶了我吧 不 傅哥 你人呢 你总算来了 都是你出的骚主意 这事我全玩完了 为了傅人就折兵 给你几个胆子敢打我 你疯了吧你 不是说事办不好 你别来找我吗 我打的就是你 来着就是打你的 白海维宁这样 给怪手 米魂样敢打我 你还有脸提 我打的就是你这个蠢货 行了 你真把他打死了 是 二小姐 那虎哥这几个人 怎么处置 他们这群不良青年 扰乱社会治安 一件好事都不做 把他们从京海赶出去 捣毁他们的窝点 是 二小姐 你和你的小弟 从此不准再踏入京海 是是是 你就是白彩飞 报的那个大款 我还真是失算 把你叫人物给忘了 也不知道你爹是怎么教你的 今天只是给你点 小小的颜色 给你个教训 白彩飞 我被打成这样都是女孩 你给我等着 这个雪 你别想烧 白彩飞 你怎么走得不张眼 晚上身上撞呀 我又不是故意的 再说了 好像是你自己撞上来的吧 你少污蔑人了 张大你的狗眼看清楚好吧 现在是你把我们出头起的鞋弄脏了 好 那我给你擦擦行了吧 你这么邋遢 万一把我的鞋弄得更脏了怎么办 大不了我陪你一双鞋 你好 你知道这双鞋有多贵吗 这个是从意大利空运过来的 他怎么可能知道呀 他那个妈呀 卖一辈子麻辣烫 都买不出这双鞋啊 你这双鞋 有想要的 都有 你少说大话 现在除非你跪下来给我道歉 不然 这事别想 杨初彤你想干嘛 还不赶紧跪下 你看你们就是来找茬的 教室是读书学习的地方 你们在这黑拉黑系的 到什么里头 老师 初彤 你先说 老师 你看我看他走路不散路 还把我石头弄脏了 你看 他还把汤汤都推倒了呢 就是老师 他也太不讲理了 像这种人 怎么能在咱们亚克兰迪斯上学呢 老师 明明是他们先装的我 杨复彤他爸 可是学校校懂 我可得趁你这个机会 好好拔给拔给他 说不定呀 还能升职呢 你给我闭嘴 我都亲眼看见了 都是你的不对 明明是他们先冤枉的我好吗 你这是狡辩 人家出头他爸可是校懂 他有什么理由冤枉你这个无名小卒呀 我告诉你 你现在可摊上大事了 你一个教书女人的 怎么能如此黑白不分颠倒是非 你这样的人配做老师吗 老师 你看看他 他平时啊 不仅对我们忽来后去的 他现在连你都敢骂了 就是老师 对付这种人啊 就应该叫他家长过来 让他妈看看他这呲牙连嘴的样子 让他妈打他一顿 喂 是白采薇的家长吗 我告诉你 你女儿在学校惹事了 你现在赶紧给我过来学校一趟 喂爸 有人在学校欺负我 你快点来学校 看见了吧 人家出头已经给他家长打电话了 你现在赶紧跟出头求饶 兴许一会儿 不能少吃点苦 不可能 你现在求饶 可没用咯 我要让他 我的出头休息 我告诉你 白采薇 你得罪了我们出头姐 你今天 完丧了 你现在还不赶紧求饶 一会儿等他爸妈来了 我就告诉他们 让他们把你从学校开了 开除 你以为你是谁 你一个普通的老师 有这么大的权利吗 和我这样是吧 我是没有这么大的权利 人家出头的爸妈 在学校可是指手遮天 人家是白采的鼓动 一年能给学校捐款十个亿 你呢 你妈一个破坏麻辣烫的 人和人之间的差距 你懂不懂啊 我懂 我活了两辈子 我当然懂有没有身份的不同了 等着吧你们 我要你们偷鸡不成十八米 对不起 一会儿等他妈妈来了 我好好给你训他 白采薇 你现在看到了 连老师都站在我这边 我要让你啊 滚出学校 要不 我最后再发发善心 让你今天呀 好好看看这个学校 要不然呀 明天 可就看不到了 太好了 以后在学校再也看不到这个土包子了 哈哈 你想得美 老师 你来了 老师我女儿怎么了 你女儿不仅和同学动手 还敢顶撞老师 像她这样的学生 我可没法教了 妈平时怎么跟你说的呀 你能来这个学校上学不容易 你要好好学习 不要惹事 妈 我没有 不是我的错 你还狡辩 你撞到了同学 你还有理了 阿姨 你看 她把我鞋都弄脏了 这可是国外定制的呢 你说怎么办 你双鞋 那阿姨赔给你好不好 阿姨 我们这儿可是亚特兰蒂斯贵族学校 初童姐啊 是我们学校校董的女儿 她这双鞋 可贵到天上去了 你想赔 赔得起吗 别管他们 都是他们自导自演的 你怎么说同学呢 阿姨 我这双鞋呢 倒是可以擦干净 不过呀 得让你跪下来 用手给我擦才行 你这话什么意思 让你妈跪下来给我擦鞋 擦干净了 说不定可以考 我 好好我擦呢 你别管他们 杨出头 你别太过分 妈 你不用求他们 我自有办法 你能有什么办法 你就嘴硬吧你 你就等着被开除吧 采薇你快跟他们道歉呀 别让老师开除了你 现在道歉 晚了 没用了 老师 采薇她年纪小 不懂事 你快跟他们说说 居然 他们原谅了采薇吧 哎 哎 阿姨 采薇刚刚推我的时候 可是下狠手了呢 哎呀老师 这我可没法原谅 我到现在还疼呢 你看看 你看看你教出来的好女儿 干的好事呀 都是我的错 你快原谅了她吧 明明是他们先动的手 我是正当防卫 爸 你来了 是谁在学校欺负我的女儿 哎呦杨总 您可算是来了 我的女儿在我的学校 把人欺负 你这废物是干什么吃的 什么时候成你家的学校了 这不是我家的学校 是她 都是她 就是她惹的祸 原来是你啊 就凭你敢欺负我的女儿 我是她妈妈 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吧 一神清酸药 也不可以跟我说话 爸 你还不知道吧 他家呀 是在门口卖麻辣烫的 不是 我 叔叔 就是她 把初农姐的鞋子都弄脏了 还拒不到气 还想打我们 太多 可狂妄了呢 谭芳芳 我什么时候做这种事了 你少在这给我电脑黑白 误会误会 这肯定是个误会 我的学校 咱们会有这么没宿主的学生 今天可以把她开除 杨总 我女儿她考进来不容易 求求你 给她们好好说说 就原谅她这次吧 爸 我一想到我要和这种人一起上去 我反正会做个梦的 我怕她报复我 我命令 马上帮我承住 好了杨总 白三威 还不赶紧收拾的东西滚蛋 三威 你快点求求他们呀 把你开除了可怎么办呀 这学校是白氏集团的产业 你凭什么一手折天 凌我是白氏的狗 你这种下的 懂吗 你们还真是一对亲妇女 白氏怎么还有你这样的败类 你马上来一趟学校 杨初彤他爸说要开除我 你给谁打电话呢 怎么 现在还想叫人 我告诉你 我爸可是白氏的董事 今天就算你叫天王老子来也没用 他呀 这是不想滚 在这装像呢 你要在这站着干什么呀 还不赶紧滚 等别人赶紧呢 欺负我的女儿 我告诉你 不光是亚特兰蒂斯 今天你出了这个门 京海所有大学都不会要你 你就等着扫大街吧你 爸 他有他妈呢 以后啊 他就可以和他妈 一起出去买麻辣烫了 咱们 都是妈没有用 你说我可怎么办呢 笑话谁呢你们 这人看怎么着眼熟啊 怎么顺着家 正好 把你上次打我的仇呀 一起抱 还是那么刁蛮任性 不长记性 我爸刚才可都看到了 我爸是白氏的股东 你都对白氏 今天就死定了 爸 你快就收拾这个人 放开 给我闭嘴 鱼温大人 你来了 爸 你给他锯什么钩呀 他就是白氏微报的一个土大款 你 他是白氏董事长身边的鱼温大人 我我我叫你花 还请大人输退 爸 你怎么能打我呢 我说老杨 老杨 你确实应该好好管管你这个女儿 学士的旗号 在这说开除就开除别人 我马上就会命令 老师 不能开除 拜 拜 是 玉闻大人 前来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就是他 知道杨初彤他爸是孝董就一味的偏袒他 不听我的解释还要把我从学校开除 你这种人不配为人师表 以后不用在这工作了 不要啊 我根本就不知道他背后还有您这样的大人物 我要是知道的话 借我一百个胆子我都不敢呢 你的意思是换一个人你就敢了 您完不灵 赶紧收拾东西滚出这所学校 我求求您了 放过我吧 还有他们两个 助纣为虐 不仅威胁我 对我心怀怨恨 还逼着我妈给他们下跪 老杨 你教育无方 赶紧带着你的闺女给他们母女俩下跪道歉 你疯了吧 让我给他们母女下跪 做梦 爸 凭什么 听一位大人的 唐唐 跪下 我不跪 哪那么多废话 跪下 都是我们父女的错 我们不该为难你们 对不起 你情侣没赢啊 我们 财卫 这是什么情况这是 妈 这是他们应该做的 还有你 谭芳芳 平时你做杨初彤的小跟班 对他言听计从 也不知道陷害了我多少次 你说 这一次你们向我发难 是不是故意的 没有没有没有 我没有 我 我真的没有 还有这种事 谭芳芳 你以后不用在这上学了 你被开除了 初彤姐 你帮帮我 我不能被开除的 你们大人 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 别开除我女儿了 可以啊 那你这个校董 以后就不用再进去论 来换取你女儿 在这所学校上学的资格 至于这个谭芳芳 立刻不在 初彤姐 说句话呀 谭芳芳 平时你跟着杨初彤 耀武扬威 怎么样 人家呢 有个好爸爸 不用被开除 你呢 第一个被赶出去 白彩威 你这个贱人 你收拾东西滚带 二小姐 妈 杨初彤 我平时对你那么好 你为什么不帮我 我也没有办法呀 谁知道白彩威那个贱人 帮上了那么一个高知 都好盘老男人的宠 他和余文泰是那种关系 余文泰 也没结婚了 千真万确 我和他亲眼看见白彩威 从那个老男人的豪车上下来 原来 这个余文泰炮上 等那样子吃宠 我替你们报仇 二小姐 需不需要我送你们回去 不用了管家 你先走吧 才能呀 这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认识这么厉害的大人物啊 妈 我知道您当初收养的 你都知道了 但是 我找到我的亲生父亲了 他就是金海首富 白氏其短的白董事长 原来你的原生家庭 这么厉害呀 都怪妈不好 妈应该早点帮你找到他们 你就不用受这么多委屈了 妈 您说什么呢 是您把我养大的 您永远是我妈妈 一个小小股东的女儿 竟然敢这么对我魅力 从这下去 我要去亚特兰蒂斯视察工作 另外准备一套校服 我要亲自去收拾它 是 另外准备一套校服 我要亲自去收拾它 是 这个老羊 是不能再留了 把他踢住白氏 好 说下 你马上就呗 你就是杨初彤 白采薇 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 该不会 被那个什么语文大人甩了以后 疯了吧 你平时就是这么活手 你疯了吧 白采薇 你敢瞎我 别以为你攀上什么高枝 以后我就怕了你 我就是高枝 还用得着 你给我等着 等你被那个老男人甩了之后 你看我不弄死 姐姐 你怎么来了 还穿着相服 我要是不来 怎么知道你在这受这种委屈 你们 你们两个怎么长得一样 怎么 怎么有两个白采薇 蠢 大小姐 二小姐 大小姐 二小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白采薇 你不是她的情人吗 竟敢在我白家大小姐面前胡说八道 你不小活了 大小姐 二小姐 对不起啊 都是我管教不严 请问 哪位是大小姐 是我 大小姐 您来我们学校视察 怎么不提前通知一声 我要去迎接您 我要是提前通知了你 哪还能知道 竟然有人敢在我白家的地方 欺负我白家的千金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 你就是精海首富白家 那个素未蒙面的大小姐 没错 精海白家的大小姐是我白长哥 白采薇是我的窗包天命 完了 对不起采薇 你就原谅我吧 我真不知道你是白家的千金 原谅你 做梦 白爸 什么 你被逐出白家董事会 我们家 破产了 子不叫父族过 他能培养出你这样的女儿 也配不在白身 对不起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求你放过我爸 放过我们家吧 宇文太 把他拖出去 断了他的手脚 我看他以后还怎么害人 不要 校长 我给你一个将功获得金鬼 现在亚克兰蒂斯的主人 是我妹妹来采责 你马上照片董事会 告诉所有人 凡事欺负过我妹妹 全是 但凡我 想受到患者 我赢你的事 是 姐姐 有你真好 以后姐姐罩着你 不会再有人欺负你 喂 你好 是我 什么 我通过面试了 好好好 我知道了 姐姐 我通过了上美公司的面试 明天就可以去上班了 我们白家那么多公司 为什么要去上美那样的小公司呢 姐姐 我想看看 凭我自己的努力 能走到哪一步 好吧好吧 你尽管去 要是受到半点委屈 姐姐帮你摆平 上次做的方案 要是被前世集团采用 我就能转正了 到时候 就可以赚好多好多钱 再也不用受欺负了 哎 知道 我刚刚听说的 这白彩薇他们家 就是摆地摊 卖麻烦烫的臭穷鬼 呦 难怪 我每天都能闻到 一股臭哄哄的穷酸味 你看看 整天微微缩缩的 连大声说话都不敢 看着真来气 哎 白彩薇 滚过来 怎么了 赵姐 我这桌子脏了 快给我擦擦 好好好 你怎么干活 怎么越擦越脏啊 对不起 对不起 张姐 我再擦一遍 对不起 有用吗 我这衣服 香奈儿限量款 价值五十多万 你都给我弄脏了 五十多 这么贵 对不起 张姐 我这就帮你擦干净 啊 别用你那时候 卖麻辣烫的手碰我 也不知道碰到多少脏东西 我天 发生什么事了 您坐您坐 在公司叫我梦露就行吧 最近大家都是什么事 白彩薇 你还愣着干嘛呢 还不赶紧是买点喝的 笑着笑着我们梦露姐 对不起 我这就去 哎 我要冰子 好 还有 冰糖 我记住了 饮料来了 买个饮料还这么磨磨唧唧的 滚一边去 可是 你们还没给我钱呢 你说什么呢 我让你买饮料 就是让你来孝敬我们的 你还找我们要上钱了 我是答应了你们买饮料 这 可没出 哎哟 我就是那么十几块钱吗 瞅你那没出息的样 赶紧滚开 别脏了我们孟露姐身边的空气 哎 对了孟露姐 恭喜你啊 你这刚拿下了前世集团的大单 又蝉联了咱们公司的优秀员工宝座 这以后啊 您可得多关照关照我们 那是自然 都是同事 不帮互助是应该的嘛 孟露姐 你说 你拿下了前世集团的单子 怎么 孟露姐的能力手缺一指 拿下前世集团的单子 你奇怪吗 可是 孟露姐 这单子明明是我谈好的 怎么现在变成你的了 你谈的 就凭你一个能力低下的实习生 这 就是 像你这样的人 连前世集团的大门都进不去 还敢冒领我们孟露姐的功劳呢 孟露姐 明明是你让我做的方案并去的前世啊 你说过等单子下来我就有机会转正的 这是我费了一个月的辛苦做的方案呢 就你一个农村来的乡班老 你也配 你骗我 是你谈的又如何 我采用了你的方案是看得起你 多少人求之不得呢 像你这种没绅士没背景的实习生 不就是给我们这种人当垫脚石的吗 就是啊 白彩位 人事主管可是孟露姐的舅舅 跟他作对 有你的苦吃的 听什么 难道就因为我没有背景 就活该被你们欺负吗 不公平 没错 就是因为你无权无势 所以不管你怎么努力 都会被我踩在脚下 等到什么时候 你有权有势有背景的时候 再跟我讨论公平这件事 我警告你 最好老实点 不然 小心我让经理把你开除 我从农村出来 努力工作 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出头留在这个城市 你们平常怎么使唤欺负我都可以 但凭什么不够我的劳动成功 你没事吧孟露姐 你敢对孟露姐发布 你这个小小的实习生是活腻了吗 我要去找领导评理 我心口拿着他车座 为什么变成你们的荣誉 你这个贱货还真是油盐不尽 流入这么多血 孟露姐 咱们不会闹出人命吧 我不是故意的 这不是我干的 我们要不先走吧 对 这样咱快走吧 对 二小姐复活了 二小姐出事了 现在在京海医院 什么 立刻去京海医院 医生 我妹妹怎么样 病人暂时脱离生命危险 但她脑部神经受损 情况很严重 很可能成为植物人 植物人 把你们医院最好的医生给我叫来 必须救醒我妹妹 病人是被人重伤所致 恐怕全球任何一家医院 都不一定有质疑的可能 现在只能期待奇迹的出现了 宇文太 到底是谁把我妹妹害成这样 白小姐 就是视频里的这个人 叫二小姐害成了植物人 还有 我调查到 这是二小姐所在的上司公司 所有人的身份信息 就是这个人带头 把二小姐害成了这样 他们把我妹妹害成这样 我定要替她报仇 现在就清理所有人 把他们赶出惊涵 慢着 这样太便宜她了 我要把他们 加注在我妹妹身上的痛苦 一点一点的还给她 立刻收购这家公司 记在我妹妹面下 通知下去 执行总裁 明天上任 二小姐还在病房里啊 既然我和我妹妹 找了一种疑 那我就用白彩薇的身份 让他们服务出带 白彩薇 果然求人的命救死 最多死 看来他们果然分不出 我和妹妹的决定 她就是伤害我妹妹的真凶 你们这种恶人都没死 我当然不能死了 你进了一趟医院 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 看来真的是脑子被撞坏了 我也不跟你废话了 我警告你 以后在公司谨言慎行 上司的事 只是一个小小的教训 白梦录 这场游戏 就是专门为你设下的 你就好好体验游戏带来的乐趣 你听说了吗 今天咱们公司要新上任一个执行总裁 好像姓白 还是从员工里边提拔 我也听说了 咱们当中除了白梦露姓白 就没有其他人啊 难道 白梦露就是执行总裁 白梦露昨天看着那么严重 今天怎么跟个没事人似的呀 还真是命大呀 你们刚刚说的什么总裁 哎呦 孟露姐 你就别装了 生日执行总裁这么大的事 你也不天说一声 啊不就不就不 现在应该叫总裁大人了 就是啊孟露姐 我就知道 你在公司 一定不甘于只做一个优秀员工的 别想到你这一月 你还升成总裁了 这你以后 可以照着我们哥几个呀 我什么时候成公司总裁了 我怎么没听说 难道是舅舅买通了关系 不管了 这么好的装逼机会 不用白不用 哦 不就是总裁吗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总裁 您这可太低调了吧 你们确定白梦露 就是今天新上任的执行总裁 对呀 怎么哪都有你 不长记性是吧 就是 白财威 孟露姐 现在可是总裁了 不是你能惹起的了 劝你谨言慎行 白财威 这人跟人之间的差距 真是比猪还大 我已经成为了高高在上的总裁 而你 永远是低贱实习生 总裁是吧 有上任书吗 你执行总裁 应该都有上任书吧 你说什么 孟露小姐 既然你说你是总裁 把上任书拿着 我 哎呀 白财威 赶紧滚一边去啊 那总裁上任书 是你能随便卡着 哎呀 孟露姐 别听这个风格瞎说 对了 今天不是召开 姐才上任会议吗 走吧 咱去会议室吧 开会 这开什么会啊 我不知道要说什么呀 走了走了走了 开会去了 白梦露 既然你想装 那我就陪你玩玩 我要让你好好感受 从天堂掉入地狱的感觉 白梦露 我倒要看看这个会议 你怎么说 哎 那个 白总 人都到齐了 您开始吧 开始 让我说什么呀 呃 大家以后好好干 我不会亏待大家的 啊 啊 啊 白总说得好 好好好 说好啊 低调低调 你们在做的都是我的得力干将 我以后绝对不会亏待你们的 白总 你这是给大家开空头支票吗 谁叫的总裁 每天正事不干 光给大家画大饼 你今天是不是吃错药了呀 梦露姐是总裁 她画的饼 我们爱吃 关你这个土包子什么事啊 就是 你一个实习生 有资格参加总裁上任会吗 还不赶紧去给白总 还有我们倒茶水 你 你什么你啊 还老是干什么 给你脸是吧 你们这群垃圾 平时就是这么欺负你们 但我真可恨 行了行了 你们也别为难彩薇了 彩薇啊 只要你乖乖听话 你要是想转照 我也会给你这个机会的 所谓宰相肚里能撑传 说的就像是我们白总 这样优秀的职场女性了吧 白彩薇 同样都是女人 你的格局要打开 不然像你这样的 活该一辈子没出息 善照 你还真是拍得一手好马屁呀 你这么会吹捧你口中的白总 你让他给你升职加薪呀 切 那需要你提醒吗 白总让我升职加薪 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吗 对吧白总 好吧好吧 我给你升职 再加薪20% 升职可不是靠嘴说的 你都没有调令和通知 得有通知才算数 你怎么这么多事 我没空跟你在这胡闹 怎么 你不会只是想忽悠他吧 我看你压根就不想给他升职加薪吧 白总 我可是一直站在你这边的呀 你说你现在都是总裁了 就给下边的人发通知 让我升职吧 这 关键我也不是总裁呀 这下怎么办 只能糊弄过去了 好吧好吧 我给秘书打个电话 喂秘书 给单招提到主管 加薪20% 真的吗 谢谢你梦露姐 哎呦单招 你这个好日子要来了呀 我可太羡慕你了 这马上要升主管了 这还不是沾了梦露姐的光吗 一会儿你也好好求悠梦露姐 说不定他还给手下发通知 你也升职了 不知道为什么 过了十分钟 怎么还没有人来通知 呃 白总 这怎么会是 会不会是手底下的人 办事不利呀 是手底下的人办事不利呀 肯定是他们效率太低了 要不咱们先别等了 今天他们会先到这吧 哎 别急着走啊 管家立刻让善召降薪百分之五十 白采薇你还装起来了 还管家 你看看你蓬头够面那个样子 你们听说过贫民窟 还有管家的吗 真是没想到 刚刚收购的公司 就藏着一窝蛇 真是无焰瘴气 是时候该好好清理住 哎呀我说白采薇呀 你是不是上次被撞坏脑袋了呀 怎么听你的意思 搞得好像你才是今天 牺牲人的总裁似的呀 你说的对 我才是真正的执行总裁 白目录是个冒牌货 白采薇你什么意思 你以为你姓白就可以冒充我的身份吗 又不是所有姓白的人 都能成为人中龙凤的 就他还人中龙凤呢 垃圾堆的恶心玩意儿罢了 白总 你赶紧把白采薇这个贱人辞退了吧 我辞不辞退不知道 你还是关心关心你自己吧 我马上就要升职加薪了 希望你提醒吗 快看呀 人事部给我打电话来了 肯定是提醒我升职加薪的 喂您好 啊啊是我 我是善子 什么 我被降薪百分之五十 我被降薪百分之五十 哎呀 是降薪呢 这怎么可能啊 孟宗姐 这怎么回事啊 还有神招 你是不是听错了呀 你怎么不升反降呢 孟宗姐 你是不是分不错了呀 那自然是因为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总裁 而你被降薪就是助纣为虐的报应 你少得意了 我看你这次啊 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 赶上了 那你让白毛露说说 这是因为什么呀 是我刚刚给秘书打电话 他信号不好才这样的 信号不好 这么别搅的理由 你们也能信吗 你闭嘴 哎呦 急了 我看你根本就不认识什么秘书 我是总裁 怎么可能不认识秘书 是因为昨天有一些业务上的事情 我训斥了他 他可能生气了 所以今天对我的命令 才阳奉阴违 都是我平时对他太好了 只瞎不言 要不说呢 这个秘书 怎么能这么摆不清自己的位置 孟宗姐 你别难过 这事不怪你 要怪就怪你个秘书 我回去 一定要好好管教管教他 白毛露 你还真是会变瞎话 你怎么说话呢 孟宗姐都解释了 你还在这儿一样怪心 是啊 我还没计较 都是你一直在这儿不依不饶 看得真烦 你们还真是 过龙凤厨 一对儿 春 白夏威 你这种人不配带在公司 你们把他给我撵出去 我说在这屋里边 怎么臭气熏天 就是因为你口出恶言 把这里的空气啊 都给污染了 你赶紧满 你赶紧满啊 你要是在这儿赖着不走 我们就撵你出去了 这是我的公司 凭什么我走 要走也是你们走 白毛露 既然你说你是总裁 拿出证据证明呢 我凭什么给你证明 白彩卫 你别在这儿胡搅满蚨了 你什么时候见过 一个总裁 屈曾给小员工解释身份呢 是啊 你觉得你配吗 梦露姐一个总裁 愿意跟你说几句话 你都应该感恩戴德了 不知好歹的东西 那就是没有了 那你凭什么说自己是总裁 我说是就是 你这种底层员工 凭什么免我跟你解释 公司内部的问题太大 真不知道是怎么管你 公司的规章制度不能乱搞 白彩卫 不适合在那公司 你们俩 把他给我赶出去 慢着 拿不出证据 还想纠缠雀巢 哪有这么好的事 没有证据 还想纠缠雀巢 哪有这么好的事 你少磨叽 快点滚住 这个不属于你自己的地方 你们没有的东西 我有 这是什么呀 白彩卫 你把和男人开房的房卡 拿出来干什么 哎呦 你丢不丢人呢 公司的高管人手一张ID卡 你们不会不知道啊 白彩卫 这是我的ID卡 你的呢 糟了 他平时不声不响的 怎么连这个都知道 我可没有这个卡 我的卡 我的卡好像在工程中丢了 白彩卫 你不会觉得一张破卡 就能证明 现在可是人情社会 在公司啊 是要刷点的 你以为这是银行啊 拿着一张触卡 想什么呀 这是总裁的办公室 只有总裁才能打开 白彩卫 来打开试试 孟露姐 你快打开证明你的身份 省得他在这没完没了的苦恼 是啊 顺便让我们看看 里面都是什么样子呗 让我们也开开眼 好吧 我去打开 来 打不开吧 我告诉你 只有总裁的ID卡才可以打开 而我就可以 请吧 请吧 这是怎么回事啊 孟露 该不会他真的是执行总裁了 孟露姐 这卡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不可能 这卡是我的 是他偷的我的 偷 我堂堂执行总裁 需要偷吗 你问问在座的同事们 平时我们之间的差距有多大 我们两个之间 谁都想总裁 那用说 当然是孟露您了 一个是白天鹅 一个是丑小鸭 这简直是碾鸭呀 你睁大你的眼睛好好看看 这张卡的背面记得是我的生日 白孟露 你是2000年4月09日生的吗 孟露姐 你不是10月份出生的吗 我我真实的生日就是这个 只是之前写错了日记而已 原来是这样 我就说嘛 白采薇怎么可能是总裁呢 既然你们不相信 好 我隐藏身份 再陪你们好好 公知有误 今天新上任的不是执行总裁 而是经理白采薇 这个办公室现在是白采薇的了 什么 那那孟露呢 主委不变 主管 这张卡 是只有经理以上级别的人才能拥有 是吗 没错 现在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白孟露根本就不是什么总裁 我 行了行了 工作时间赶紧出去工作 暂且放过你一次 孟露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还因为你被降了心 今天这事你必须给我个说法 就是啊 工作 你说你不是总裁 你瞎承认什么呀 这事有误会 误会 什么误会把我们俩都赶出来了 今天这事你必须给我解释清楚 那个白采薇突然飞升 工作 你能否知道什么你跟我们说呀 我爸是白氏集团的总裁 但是我不想靠着家里 所以就没有告诉你们 白氏集团 那不就是京海的首富白家 睦睦姐原来你是首富千金呀 大家可别说出去啊 今天白采薇压了我们一头 是因为我听说他最近傍上大款了 还有这种事 我去他可真不要脸 刚刚我自己也弄错了 白采薇现在仗着傍上了大款 处处压我一头 想在公司给我难堪 这还不简单呀 你给你爸打个电话 让你爸给你撑腰 今天这事不就解决了吗 算了吧 我爸因为我不听他的话 非要来这工作 跟我生气了 我不想跟他服软 都滚那个白采薇 恬不知耻的傍大款 恶心人呢这是 蒙露姐 对不起啊 是我冤枉你了 哎 你想不想报复他 我想到一个好主意 什么主意 公司呢 最近有个新项目 对接的是遥望公司 听说负责人是个老头 最喜欢年轻女孩 手段还是出了名的变态 你什么意思 我们呀就让他去陪这个老头 到时候他的金主知道了 肯定会甩他的 然后咱们两个再在主管面前 说他的坏话 那这个项目不就是你的了吗 善召还是你有主意 蒙露姐 你跟我客气啥呀 只不过 我被降薪这个事 这个你放心 等有时间 我给你升职 你要去遥望公司谈合作 这不行啊 他们公司负责人 是个极坏的东西 最喜欢强规格女孩 我不能让您去冒这个险 我们白家的人 还怕他一个小小的遥望不成 我去会会他 我倒要看看 他有几个胆子敢动我 大小姐你就听我一句劝 我不能让您去冒这个险 万一出点什么闪事 我怎么向老爷爷夫夫人交代 我是以彩薇的身份进入公司 我不能搞特殊化 被别人得知真实身份 再说 不还有你吗 啊 大小姐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那到时候我去遥望公司保护你 宝贝 你最近是不是太累了 你看你 都瘦了 还不是多怪你 对了 上尾的白小姐 预约你谈合作 在外面等了你两个小时 怎么 你还不见见 行了行了 把他叫进来吧 我告诉你 我可听我朋友说 他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一会儿啊 你可得好好为难为难他 知道了 讨厌 进来吧 李老板 我是上美公司的白采薇 这次来是来跟您谈合作的 白小姐 你找我谈什么合作 这是我们这次针对满月计划的 饰品设计的方案 还请您过目 白小姐是 你在上美是什么职位 我是上美的业务经理 你们上美是怎么做事的 找我谈合作 咱们也得适合总裁 你一个小小的经理 也可以跟我谈合 李老板 在商言商 只要双方能合作共赢 这和职位的高低又有什么关系了 这是项目书 您看看 如果有任何问题 您随时和我联系 你和我谈也不是不考 我的规矩是去床上谈 我们上美是真心和遥望工作的 我知道 不过真心有需要 怎么表达 当然是去床上表达 您要知道满月计划 想和我公司合作的人 带着 我可以选任何一家公司 当然了 只要看 这家公司 送回来的名字 更少 在扣 遥望的人 都像你这么不专业吗 小姑娘 你是刚刚毕业吧 还不知道这行里的规矩 不过我不介意 我就喜欢年轻的 嫩的 据我所知 遥望是业内的龙头公司 但最近 好像也起了很多新兴的公司 风头正冒 我相信 如果上美和遥望合作的话 会让遥望在业内脚跟更远 看来你是没找出功课 只可惜的是 想和我们遥望公司合作的人 太多 你这点条件 不稀罕 你看看项目书再说不识 不过 你们上美还算实权 派你来 你还算牛井很姿势 只要你赔我三年 这个好地 丁着钱 李老板 这个玩笑可不好笑 我没给你看了一下 只要你赐好我 我保证让你心服口服 赶紧把衣服脱了 脱到我满意为止 不然合作 免贪 你别不要脸 给你机会 推散 还说我不要脸 谁都知道我的规矩 你们上美把你派来 就十四伙 来都来 还装什么 你一会儿别后悔 性格还挺低 不过 我喜欢 宝贝 把我的东西拿进来 老板 你脸怎么了 这个小蹄子不听话 待会儿得好好训训 白小姐 识实务者为俊敬 老板说什么 你听着就好了 还能少受点苦 像你这种人 除了陪男人睡觉 你还会什么 进了我遥望公司的党 我的床 今天你想上得上 不想上 也得上 你可真龌龊 宝贝 待会儿你 我 他 咱们三个人 一起好好快活快活 老板 讨厌 原来你们遥望 就是这样的工作氛围 那看来也没有什么 合作的必要了 告辞 慢着 我让你躲 我的工资 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你把这里 当成你的家了 放开我 你这种小姑娘 我见得多了 家境普通 没见过什么事 跟了我 知道钱的好处 还不是一个两个 缠着我 你放开我 我可不是那种 怎么 我在我的公司 睡个女人 还要有所顾忌 这是我的公司 我的地步 我想怎么玩你 就走 你别得意的太早 老板 今天白石公司的总经理 宇文泰 要来咱们公司谈合作 你先注意他 行了 他这么大人物 平常很少 今天怎么亲自来 他那种大人物的仙子 我哪才得通 行了 那我搞快 来都来 可是我这装什么紧致 一会儿带你一会儿点花样 我告诉你 一会儿你可别后悔 我会后悔 我睡过的女人 没有一千亿 今天 白石公司 所以才会后悔 我告诉你 白石集团的经理 是我的人 你要是动我一线 你不会放过你 什么 宇文泰是你 那正好啊 到时候 咱们四个可以一起啊 不要演 喜欢吗 待会儿就要用在你的身上吧 我告诉你 宇文泰是我的管家 你们要是敢动我 他不会放过你 什么 宇文泰不是白的 照你这么说 你就是白家的人呢 白家的人 不去白石公司当总裁 去上美那种破公司当经理 别听他吹牛 他要审认一下 我就是比尔盖茨 你这畜生 到了现在还敢这么猖狂 你到底迫害过多少女儿 今天我就要为他们讨个说法 你就等着自己的所作所没被公开 身败名利的进监狱吧 你还真以为你是正义师 来到我公司 更有谈判的女人 没有一个能逃够 无一例外 你不要太嚣张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是你乖乖挺苦 还是待会儿 变得超乱 我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好 那今天就把你说服了 看看咱俩到底谁先死 放肆 小李 你这是想抽谁呀 老板 宇文送进你来 您怎么来了 快点坐 快点坐 大小姐 您没事吧 她没欺负你吧 经理 什么大小姐 这是我们白家的千金大小姐 你敢碰她 你活腻歪了吧 大小姐 大小姐 我错了 我真的不知道 您是白家的大小姐呀 况且 我什么也没有做呀 求您着过我吧 这人 道德败坏 打着做生意的名头 也不知道 钱费责了多少 我可能轻易乖 我们大小姐 从小娇生惯养 金枝玉叶 你竟然让她看 这些不入流的把戏 我真知道错了 我错了 大小姐 今天又是我及时赶到 你还想拿这东西 抽我们大小姐 你找死 还有这玩意儿 说什么要让我 尝尝这滋味 我看 还是让她自己尝尝吧 大小姐 我真的要错了 让她饶我了 你活该 宇文太 马上收到阳王 是 大小姐 我把阳王公司 送给你们 求你们饶我吧 马上把她给我 弄到非洲去弯 你这辈子 也别想出非洲了 大小姐 我错了 我错了 求求你饶我这一次吧 我下次不敢了 这跟我没关系 不 大小姐 你说你不请我的非要来 这万一出点什么事 我怎么向老爷和夫人交代 好了 我这不是相信你一定会赶到吗 再说了 处理了它 也算是给大家做了一件好事 行 反正 反正 遥望以后就是白事的 你想怎么着 就怎么着 莫露姐 白彩薇 居然拿上了遥望的新项目 这下可怎么办呀 她可真活得出去 肯定是把老头赔开心了吧 没事 我去贿赂张主管 让她把这个项目交给我 孟露姐 你可太聪明了 让白彩薇 赔了夫人又折兵 她还不能气死她 彩薇 干得不错 拿下了和遥望的合作 都是我应该做的 彩薇 你可真厉害呀 跟李老板都拿下 对了 之前那个化妆品的项目啊 你正常做 以后这个项目就交给孟露去做了 我拿下的合作 凭什么给她做 我的指令 你有什么问题吗 我辛辛苦苦拿下的客户 凭什么拱手让给别人 白彩薇 你这是用什么态度 和张主管说话的 你怎么跟我说话的 你有意义 我不同意 这是公司 不是你家 轮不到你 这件事我已经定好了 没有伤了你 你们等着 张主管要把遥望的项目 交给白木路 这个项目 必须我亲自来做 你这是打给谁呢 不会是那个遥望的李老板吧 我明白你拿下项目不容易 可这是职场 能者多劳 这个项目 明显我比你更合适 孟露能干 在公期人员还好 项目交给他 大家都满意 我自己谈下的项目自己做 怎么就别人不满意了 这是什么道理 喂老板 哎你讲 这我给他问的什么人 别开除了 什么 你还愣着干什么 没听见张主管忙着吗 没时间闭口闭嘴 张主管 对不起 是我错了 这个项目全天交给您处理 张主管 求求您 帮我美言几句 我还有一家老小妖妖 不能没了这份工作 张主管 你被开除了 你是非不分 只知道天坦白梦露 把公司搞得乌烟瘴气 你说的是真的 白采薇真抱上这么牛逼的人了 一个电话就把张主管开除了 我猜啊 就是那个遥望的李老板 不然他跟遥望的项目是怎么拿下来的 肯定又卖身了呗 反正啊 他最喜欢老男人了 现在他磅上大腿 咱们就不能像以前那么使团他了 哎 真是可惜 说来也是 哎 木木 你快回家跟你爸说说 你爸要是知道了 肯定立马就把他给耍了 这样到时候啊 咱们又能对他忽来忽去的呢 对了 你们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白采薇 管家 你怎么来了 我这不是不放心大小姐吗 请您来下班是去参加晚宴 哦 差点忘了 快走快走快走 又是个新面孔 他还真是水性烟花 真是个人尽可福的女人 也不知道他这种人是怎么进咱们公司的 哎 和他做同事啊 真是丢脸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怎么了宝贝 我给你买了这件衣服 喜不喜欢呢 没品味的老头子 吐死了 当然喜欢啦 亲爱的 我去个洗手间 你等一下我 好 去吧 你怎么在这儿 你都能来 我怎么不能来 据我所知 今天的晚宴 是只有上流人士 才能参加的 我怎么不知道 你是谁家的 亲亲大小姐 你别得意的太早 我告诉你 你不会就是当了个 小小的经理 有什么可得意 我的身价 可比你高 你真有意思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新情人 去年大学 刚毕业 周老板 果然厌不清 找了个这么年轻的 那是 你别看他长得清纯 到了晚上 他可是骚得很 老周 讨厌 周老板 你先忙 我还有事先走了 好好 再会 再会 孟龙啊 楼上的套房 我可定好咯 你可得好好陪陪我 三天之内 不许出门呢 完事以后啊 我给你买辆路 没问题 今天我一个姐妹也来了 不如你叫上她一起 我们两个一起伺候你 要不说你最贴心 我最疼你呢 哎 你那姐妹在哪呢 她就在那坐着呢 怎么样 上量吧 怎么样 上量吧 不错 不错 你怎么不早介绍 给我认识呢 我这不是才想起来吗 你不知道 她要求高 必须得是事业 有成的大富豪才行 这不说的就是我吗 哎 你等着 我去会会她 白彩温 谁让你今天也在呢 这可是你自找的 死猪头 要是看你有钱 我都嫌你恶心 哎 大美人 我来了 谁呀 你我原谅 这帮我比线 我喜欢 开个家吧 你没头没尾的说什么 哎 别找出 一周一百万 怎么样 我又不是出不起 把手撒开 离我远点 真有意思 一周一百万怎么样 不怎么样 把手放开 一周一百万 你还嫌少 别太贪了 差不多得了 我不是干那个的 放开我 这当婊子 还要立派 别给脸 不要脸 你到这种场合 不就是来掉凯子的吗 你装什么 完事以后 我再给你个爱马仕 这种可以了吧 你个猪头三 滚远点 谁要和你成长关系 你个臭婊子 敬酒不吃 吃罚酒 还敢骂我 你个死猪头 敢打我 打你怎么了 老子今天 不光要打你 还要让你知道 我的厉害 我要定你了 这么大口气 说说你是谁 敢在我面前这么狂 言清建设 周老板 金海富豪 排行三十 老子有的是钱 小样 心动了吧 你等着 喂 你在哪 言清建设的周老板 在宴会上 一直纠缠着 说要包养我 你自己看着吧 这是给哪位老板 打电话呢 是让他过来 跟我争风四出吗 我倒要看看 过一会儿 你还敢不敢 这么嚣张 行了 你今天叫谁来 都没有用 还是乖乖的 跟我走吧 不然呢 我让你一个月 下不了床 那咱们就看看 以后下不了床 的是谁 好一副伶牙历史 看我今天 不给你点教训 哎呀 你这么从哪 冒出来的敢打我 出来的敢打我 侮辱我们大小姐 看你这不像活了 大小姐 他居然是大小姐 对不起大小姐 属下来晚了 不 你来得刚刚好 这个猪头 刚才打了我一般的 不能放过他 是 你们是谁 敢打我 以后是不是 不想再进海混了 敢被我们大小姐动手 打你就是个开胃菜 大小姐 什么大小姐 小姐我倒是经常听说 我怎么不知道 一个卖身的 怎么就能叫大小姐了 你们信不信 我花钱叫人弄死你们 你以为你现在还有钱吗 别做梦了 严青建设这么大公司 我上亿的身家都没钱 笑话 老子最不缺的就是钱 很快就不是这样 什么 客厂 这么大的公司 能破产 不可能 肯定是骗我的 事实已定 你不愿意相信 也没有办法 你就是真的破产了 是不是你们干的 敢对我们大小姐动手 让你破产 算是轻的 我这么大的公司 说没就没了 你说 你到底是谁 我是谁 你不会知道 你只要知道 我是你永远都得罪不起的人 就够了 什么大人物 我不信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你已经见识过了 有什么不信 怎么可能 你不就是来这里 调铠子的吗 怎么可能是大人物 我可从没这样说过 是你先来对我 纠缠不清的 白朦龙 你给我滚出来 你不是跟我说 她是跟你一出来卖的姐妹吗 现在这是什么回事 白朦龙 又是你在捣鬼 这个 刚才偷过来 是 关我什么事 苍蝇不定无缝的大 要是你自己不见脸 她怎么会找你 一个臭婆娘 你是故意的是吧 既然有人愿意收拾她 那我们就看戏 还不是因为你耗色 你个臭婆娘 你让我破产 老子他妈打死 你打我也没用 你现在已经是穷光蛋了 你要是真有本事 就去打那些 让你破产的人呀 你个臭三八 老子惹不起他们 老子还惹不起你 一个出来卖的吗 行了 你别把他打死了 白朦龙 我才知道 你原来是干这个 我才知道 你原来是干这个 你别得意的太早 你连你的家门都不敢爆 谁知道是真的假的 她大小姐 真是笑心 大小姐 这是个误会 你们也看到了 我是被他骗了呀 之前我不知道 你们的身份 我才对您出言不逊呢 你念念我是出犯的份子 你就饶我这一次吧 白朦龙 你为什么要这样害我 你看到你被侮辱 我高兴还不行吗 谁知道你还真有点身份 是大小姐 怎么给你那么多钱 衣服鞋手饰 什么没给你买 不知道感恩也就算了 啊 还来害我 那我知道她是什么大小姐吗 再说了 你那叫对我好吗 要将做生意的等价交换 不就是干这个的 啊 现在怎么 觉得委屈了 要不是看在钱的份上 你以为我愿意看 你的猪头一眼 平时还那么变态 没事的对我又打又骂 我害你怎么了 花我钱的时候 你怎么不这样说法 你现在都没钱了 还指望我对你笑脸相迎 你做梦 不过 看在你刚刚打了她一巴掌 我可以少骂你两句 你怎么乱用我 我真的错了 我真的不知道是您的 要不我怎么敢动您的 我现在就让您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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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像猪头了 你真是没救了 我问你 你为什么处处针对我 还能为什么 看你好欺负 看你不顺眼 就算你长得比我漂亮 在公司不还是要对我言听几从 听我指挥 你真是无可救药 大小姐 您消气了吗 你看我欠也到了 您能不能放我一马 饶过我这一次 我有个公司也不容易 不能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不然能跟她搅在一起 大小姐 你就饶过我这一次吧 大小姐 你就饶过我这一次吧 大小姐 不该 你们两个简直让我饿起 这鬼地方我是一分钟也带不下去 宇文泰 我们走 完了 全完蛋了 老子他妈半辈子积攒下来的家业 全没了 你个贱 你害死我了 你别过来 现在知道怕了 保证弄死你 真是恶人自游恶人员 她可真是揪游自取 大小姐 真的不用开除为梦路 把她赶出惊寒吗 先不用 再给她一次机会 哎 采贝 我在这呢 你去哪啊 她就是我妹妹的男朋友啊 整的都是安心 不好意思啊 山松 我刚才在想事情 没有看到你 没事 我妈都到了 咱们快进去吧 好 哎 你怎么拿这么多东西啊 给我吧 给我吧 我想着第一次见面 总不能空着手来 不太好 你说 要是你妈见到我 喜欢我 那该怎么办呀 我有点怕 看看你什么态度 这不还有我呢吗 再说了呀 我妹妹也在 她呀 肯定会帮你说好话的 那我就放心了 我们进去吧 走吧 妈 这位呀 就是我的女朋友 来采薇 采薇 这是我妈 阿姨好 别站着了 坐吧 别坐 站着 妈 这位呀 就是我的女朋友 来采薇 采薇 这是我妈 阿姨好 别站着了 坐吧 别坐 站着 你看看 穿的什么地摊货 破破烂烂的 真掉下 这可是高定 怎么就成地摊货了 妈 人采薇穿的挺好看的 走吧 坐 阿姨 第一次见面 我给您带了一些补品和字画 什么补品 看你这样 不会是从什么直播卖货上买的九十九元一大堆的那种吧 我可不敢吃 我平时吃的补品可都是好几百块钱一盒的 没见识的老太太 我给你的补品可都是十几万一盒的 字画这种东西 你要好意思拿出来给我 该不会都是你自己写的吧 这玩意儿 给谁谁要呀 我拿的可是名家的作品 被扶持好几百万年 怎么就不值钱 这不管怎么样 这都是采薇一片心意啊 这家人妈看着买和 儿子倒是会说 我听扇松说 你是京海人 不是我们京城人啊 是 我是京海的 他什么意思 京海不是比京城一个小地方大多吗 那 你以后让我儿子和你回京海 还是你和我们回京城啊 京海现在发展的好 扇松的工作又在这 当然是在京海了 哼 算他打得倒是求小 让我儿子和你在京海 你们家在京海有房吗 是在市中心吗 我家的房子在郊区 哼 我就知道你们家在市中心 郊区的房子能值多少钱 嗨 你们家不会是在农村自己掐盖的吧 你这个是别墅 你这个是别墅当然在郊区 妈 这房子在哪儿啊 不重要 这也不是什么大事 再说了 这不还有我吗 哎呦 我的傻儿子 这可是天大的事 他一个乡下人 什么都没有 以后他不得吸你的血呀 哎呀妈 今天是你跟采薇第一次见面 你别这样说 班小姐 我听帅红说 你爸死得早 你妈是买麻辣烫的 我父母都在国外做生意呀 哦 差点忘了 我今天是中车才没来 是的 阿姨 你怎么像个茶户口的呢 气死我了 你说你找什么样的人不好 非要找这种穷人家的乡下人 还是卖麻辣烫的 说出去 那不让琪琪们笑话是咱们家呀 卖麻辣烫怎么了 算你吃了吗 妈 我喜欢的呀 是采薇的人 跟他父母是谁 没关系 看来他对我妹妹还算不错 你个傻儿子 他妈 我估计连退休金都没有 以后 还不得靠你养啊 阿姨 我妈自己有退休金 不用别人养 哼 就算你妈不用我儿子养 就你们家这种情况 你能帮我儿子什么 你能帮他在市中心买房吗 这有什么难的 我家在市中心开发了好几个楼板 想要还不是我一句话的事 不行 这门气势 我坚决不同意 儿子 你说你取这种脱油瓶 有什么用 阿姨 我和善松谈的是感情 你这么用物质衡量不太好吧 对呀妈 这是我和采贝两个人之间的事 跟他的家庭啊 没关系 你懂什么 没有物质的爱情 就像一盘散沙 风一吹就散了 他要家事没家事 要背景没背景 你呢 名号大学毕业 大吵工作 年薪几十万 你说你娶他 图什么 从我刚进门 你就开始数了我 我是哪哪都不是 你这压根就是瞧不起我吧 你自己看看 就你这个条件 你知道我怎么看得起你 妈 你别那么说 咱这是在外面的 一会儿让外人看见多不好啊 妈 我来了 善召 快来坐 我快被你哥气死了 白采薇 怎么是你啊 你就是我哥的女朋友啊 善召 他就是你妹妹 是啊 你们认识吗 白采薇我可熟得很呢 我们可是同事啊 善召居然是善召的妹妹 这一家人 我妹妹有个难搞的未来婆婆也就算了 还有这种小姑子 那你快说说 他人怎么样呀 当然是不怎么样啊 妈 他在公司风名可差了 公司的同事都不喜欢他呢 儿子 你看见了吧 妈的眼光是不会错的 善召 你别因为个人恩怨污蔑我 你说说 我的风品怎么就差了 你自己心里清楚 妈 他在我们公司可是人人都能使唤的小妹 这种人要是做了我嫂子 以后我在公司都抬不起头了 放心 你哥要是娶他 我第一个不答应 不好意思阿姨 我来晚了 我来晚了 你好 孟露 你可算来了 快坐快坐 妈 今天是你跟采薇第一次见面 你交一个外人来干什么 怎么说话呢 孟露 怎么承败着呢 善召 好久不见 你这么说我 我可要伤心了 他怎么也来了 孟露姐 你的脸怎么了 这怎么停了一块 那 还不是前几天被人打的 没什么 不小心碰到的 嗯 对了 阿姨 刚刚我看你们好像太高兴了 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 善送他找了那么一个 没长相 没背景 没房 没车的女朋友 他妈 还是卖麻辣烫的 唉 丑死了 他前几天 不还自称自己是什么大小警啊 我就知道是假的 但在善家人面前 我还是别提前几天那事了 免得被他抓到小辫子 孟露姐 我也是才知道 我哥放着你这么个千金大小姐不要 非得找个穷鬼白采薇到女朋友 我说白孟露怎么来了 原来是这么一门事 哎呦 白采薇 原来你妈妈是卖麻辣烫的 跟你做同事这么久 我还是第一次知道了 不拉 好歹我妈也是自力更生 总好过有的人靠着你 你在那儿酸不拉击的说谁呢 我告诉你 我心里象征的儿媳 是孟露 她不仅年轻有为 知书达理 长得漂亮 还是数家千金 我属于的嫂子也是孟露姐 性格好 工作能力强 在公司人人都喜欢她 可比有些人强多了 妈 妹妹 你俩就别在这乱点摇摇谱谱了好不好 我跟孟露不合适 采费 我刚才什么关系都没有 你千万别误会啊 算你想着有年轻 说的还算是人话 怎么不合适了 我看老太女貌 搬配的寒 孟露这个儿媳 我认定了 你这个老太太 看来还不知道她都做过什么了 你还有脸笑 你和孟露一个天一个地 我要是你 我早在地里起不起了 应该钻到地底下的可不是我 哎孟露 你说是吧 你什么意思呀 阿姨看不上你 你不敢还嘴 你也不能说我呀 别跟她废话 人往高出走 谁往不复 我儿子这么优秀 就应该和像孟露这么优秀的女孩结婚 妈 孟露姐可不是一般人 她可是京海首富 白家的千金小姐 听说我爸除了我和彩薇 还有别的孩子 孟露 你那么大的来头 你怎么不怎么说呀 这个小贱人说这个干嘛 白彩薇还在这儿 万一揭穿我怎么办 阿姨 您见谅 我爸不让我往外说 我就是跟善昭关系好 才私下告诉她的 你真是太低调了 白彩薇 你看看人家梦露 你连人家梦露的一根手指头 都比不上 我爸的女儿需要卖身求荣 小 白彩薇 我要是你的话 我都不好意思坐在这儿 够了 彩薇是我认定的人 妈 你们就别为难他们 我还不是为了女孩 气死我 你说你 大好的前途和事业 就因为这个女人 而毁了吗 妈 我是男人 我的前途 我的事业 我自己打拼 用不着靠女人 今天 咱们就好好把这顿饭吃了 那些事啊 等吃完饭再说 哥 你怎么和妈说话呢 妈这也是为了你好呀 你真是浑了头了你 阿姨 尚松说的对 您别气坏了身子 还是梦露这首大 你放心 你这个儿媳 我认定了 不像有些人 像飞上之头 变凤凤 哼 也不看他自己 配不配 你说谁配不配的 谁配不配的 我看今天这颗饭 就是来给我下碗胃的吧 既然如此 那也不用吃 给你凉了是吧 不吃赶紧过的 妈 你能不能别说了 彩雷是我认定的人 你 你要是让他滚 那我也不在这待了 我怎么生了 你这么个 故事这么气的儿子 行了妈 你们别闹了 孟露姐还在这呢 能让人看笑吗 哥 你坐下吧 彩雷 坐下 我们都到齐了 那咱们点货吧 服务员 点菜 好 这菜单您开心 这餐厅 还真高级呀 上面一个中国字都没有 全都是英文 我都不认识 妈 要不还是我点了 不用 你当我七老八时了 点个菜啊 还用别的包 我就要这个 您确定要这个吗 确定 怎么 不可以吗 可是这个不是菜品啊 它是钢琴伴奏曲啊 这就没见识的老台 不是我说你们啊 你说啊 你们在这上边写这个干什么 这不是 诚信让人到笑话吗 服务员 我看这个限定套餐不错 来一份 这位女士 不好意思 我们餐厅只给会员提供限定套餐 实在不好意思 风露姐可是这儿的常客呢 风露姐 你不是有这儿的会员卡吗 会员卡在这儿 现在可以点了吧 女士 不好意思 您这张是普通会员卡 还是点不了 会员卡还分三六九等 我认识你们经理 把他叫来 女士 不好意思 这是我们店内的异性规定 您就是叫老板也没有用 你 你信不信我投诉你 你们拿为人家服务员干什么 来 刷我的 哇 您这张可是全球只有五张的顶级会员卡呀 不是只有首付才有吗 你看错了吧 他这种穷人 怎么可能有这种东西 没错 这就是顶级会员卡 持有一张卡的人 在本店消费一律免单 行吗 你先下去吧 这怎么可能 我看 他不会从路上捡了吧 孟露姐 你不是守护之女吗 这卡怎么在他身上呀 你不是首付之女吗 这卡怎么在他那里啊 是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估计是我之前掉了 被他捡到了 这次出面子拿出来的吧 不可能 采维不是那样的人 采维 这怎么回事 白毛路 你别瞎说 这本来就是我的 单松 这是我朋友 他认识酒店的老板 他帮我办的 好 谢谢 善思妈 你看看 同样是人 人家梦露 就能靠自己 你找的这个女朋友 半个卡 都得让别人帮忙 常言道 门当户对 才能幸福 你那么优秀 找他 一点都不合适 哎呀妈 我跟采维我俩可是真心相爱的 我俩感情的事 你就别吵我了啊 我不管 撒证 我不同意 哥 我也不同意 孟露剑可是首富千金 对你一片真心 你不找他 非要找白采维这个一无是处的人 你怎么想的呀你 你住口 采维可是你的长辈 你怎么说话呢 白采维 虽然说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投胎 你想投个好胎我也能理解 但是女人总要有一些自己的志向吧 不然 蛮强女弱的婚姻是不会幸福的 白梦露 我怎么记得在扇美 我的职位比你高呢 你摸摸你的脸说说看 我若在哪了 记得在上眉 我的职位比你高呢 你摸摸你的脸说说看 我到底若在你了 白采维你别给脸不要脸 孟露杰她是首富的女儿 工作就算是打发时间也不差这点钱 我哥和我妈在这儿 我不好意思说 你自己做过什么事 你自己心里清楚 还有不动的事 你快说说 白采维她还放大款呢 这么不检点的人 我可不认她做罗嫂 什么 她有这种事 算数 马上和她分手 不可能 采维不是这种 我自己怎么不知道 你说说看 我报哪个大款了 哼 你还嘴硬 上次我们都看到了 一个男人开猴车来接的你 是啊 我也看到了 这下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气死我了 赛松你说了你 怎么能看到太多女的 你不说什么 那是我家亲戚 妈 你看 这都是误会 采维都解采清楚了 你别狡辩了 就算那个开豪车的是你的亲戚 孟露姐可亲口给我们说过 你和她爸的朋友有关系 这总不会是假的吧 孟露 一个天津小姐 怎么会撒谎 肯定是你贪慕西容 帮她团 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件事 白孟露 你都在背后瞎说什么 肯定做过 好 那你说说我和谁有缘 把她叫过 咱们当面对质 孟露姐你快点说呀 好让我这个小哥哥对这个女人死心 是啊 我知道你善良 不想让我们家难看 可是 你要不把这件事说清楚的话 让这种女人进了我们家门 那才是我们善家的不幸啊 我 我不记得了 这也能不记得 那你记不记得前几天晚上在哪里的家里 白孟露 事关我的生育 这件事你必须给我解释清楚 好吧 我不说的 根本没有这件事 妈 我早说了 采薇啊 她是个好姑娘 你都看见了吧 根本没有这件事 孟露姐 你怎么能骗我 白孟露 我献你在一天之内 向公司所有人解释清楚 否则你知道后果 还有 立刻向我道歉 肯定是你做什么事 咱们不高兴 要不然 她怎么说你不说别人 孟露可是千金大小姐 凭什么 跟你道歉 我好心好意 请你一家吃饭 你们到时候 除了善松 何其伙来起步 这餐厅可是我们家的 这饭我还想吃 我再问你一句 道不道歉 道不道歉 我道歉 对不起 不该扫你的腰 你们得罪大人物了 不能待在这了 赶紧离开 我们可是顾客 还是你们餐厅的会员 你凭什么不让我们在这待 我献你一分钟之内赶紧滚 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算了吧妈 咱别吃了 听说旁边新开的家商场 还是首富家的呢 咱们去逛街吧 哼 不吃就不吃 你当我稀罕了 我走 妈我们进去看看吧 走 这不是去年我爸收购的牌 彩薇走吧 去饭头 走 你好 三位是来买衣服的吗 白彩薇 你怎么敢碰那件衣服 我选衣服 怎么就不能碰了 莫林服饰可是整个商场最贵的一家店 一件衣服就要几十万 你能买起吗 就他那点工资 买他起就坏了 你可别碰了 到时候要让你赔 你可赔不起 妈 大不了我买给彩薇嘛 就这么点事 你们至于吗 我听说莫林服饰去年被白氏集团收购了 孟露姐 这是真的吗 是啊 你消息还挺灵通的 你消息还挺灵通的 孟露 那这店不就是你家的了吗 导购 过来 好好看看 这可是守护千街 你们店老板吗 白小姐 我给您介绍 这些都是昨天刚从国外扑运过来的 您看上几件 可以试试 孟露姐 你看我们来都来了 你是不是得送我们几件啊 孟露 你可是我认定的儿媳妇 对 以你的身价 送我们几件衣服 你不会介意吧 白孟露 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假青金 怎么 妈 你喜欢哪件咱可以自己买啊 你管别人要什么 战宋 你别管了 我看白小姐 也是愿意送的 对吧 好吧 把这些都给我包起来 好的白小姐 一共是五千万 在这边付款 您看付款方式是方便转账还是支票呢 什么 我还要付款 她可是首付的千金 在你们店买衣服 还要付款的吗 这店都是她家的 来自己家拿东西 她需要付钱 你赶紧的把这些东西给我们包起来 白小姐 这不行 把这些都寄到账上 回头找我爸报销总行了吧 人家店里的规矩就是钱货两清 别说首付千金了 就是首付亲自来 他也得付钱 哥 你要是想要你就跟我直说呀 送你一件不就得了 你倒是挺会扛他人之侃 你还处在这干嘛呀 赶紧把这些东西给我包起来 我都说了到时候我爸给我结账 你这导购是怎么付贵宾的 怎么使唤你使唤不动啊 你还想让首付千金亲自打包啊 这工作你还想不想要啊 这事目这么大 我不敢做 如果出了什么纰漏 我要付钱的 我看你就是不把我放在眼里 你信不信我去找你们经理 他愣着干嘛 他不赶紧的 采薇 就算他真是付家千金 这样做真的好吗 你还真信吗 喂 宇文太 我在莫宁服事 白木露打着我的旗号 白拿东西 你快派人来解决 妈 你们就别为难人家找够了 咱们赶紧走 你个不登气的儿子 这可是木露孝敬我的 我不能不要 发生什么事了 金妮 白娇姐说 要把这些因素打包带走 你就是经理 她不赶紧给我打包 你是谁 守护千金 你都不认识 妈 差一个小小的经理 不认识梦露姐也是很正常的 毕竟 守护千金可不是人人都能接触到的 给我闭住你的臭嘴 你敢杀我 你怎么打人呢 信不信我让梦露把你开除了 是啊 信不信我现在给我爸打电话 让他罚你 你爸 不知道你是从哪里放出来的眼睛 我还没来得及收拾你呢 你疯了你 她不是手中表上能够 你不要命了你呢 你被开除了 你现在立刻给我滚进去 盘装你的帽棚 混装上瘾子的 什么 她不是守护千金吗 我呸 她算哪门的得千金啊 你什么东西敢打我 你冒冲我们老板女儿 在我们店里招摇撞骗 我打你都是轻的 梦露 怎么回事 你不是首富的女儿 首富可没有你这种不知廉耻 蛮嘴谎话的女儿 我告诉你 今天要么你把账 你自信付清 要么我打断你的嘴 你自己选择吧 凭什么让我付钱 你碰了就必须要买 那他也碰了 你让他付钱 还不是因为你骗我 因为你我还挨了一巴掌 我打死你这个贱人 你个臭婊子 敢骗我们母女 亏我还把你当成儿媳妇 多亏我儿子没看上你 你妈你妹 还真是有意思 对不起啊采薇 让你看笑话了 要知你女儿天天当我的田狗 你儿子还有点钱的份上 你以为我会看得上你们家 你也配 怎么 他现在不是你的好儿媳了 你也别得意 就你那穷三眼 你还不如他呢 你问问他 他脸上那块青 是怎么来的 不是磕的吗 你告诉他 是 你个贱人 每次都是你坏的好事 死不悔改 我告诉你 这是包养他的老头打的 那老头 可是有六十多岁了 什么 原来你不是千金大小姐 你身上的棉盘就是这么来的呀 你不还是心甘情愿做我的田狗 我真是看错你了 山昭我们走 我再也不想看见你 我最后问你一次付不付这个钱 我没钱 我又没买你们东西 凭什么给你付钱 装天化日 我还怕你不撑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不得让我打你一顿才行 他这 要不管管 不用管 经理心里有数 山松 分手吧 我们不合适 虽然你表现还行 但是这个妈和妹妹品行不断 我不能让妹妹嫁到这个人家 为什么 我们不是很相爱吗 你得给我个理由 你妈妈看不起我 你妹妹善召 在公司联合白梦露霸凌欺负我 我之前不知道她是你妹妹 对不起 我实在接受 都怪败财的这个贱人 怕我被人打伤了腿 怕我不找机会弄死他 正好 我倒要看看这个贱人到底要去哪里 白彩露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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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 终于让我抓到把表 冒牌货去死吧 总监 这些日子跟我们一起工作的 根本不是白彩薇 一直是个假货呢 还有这种事 总监 这你还不赶快把它拆除了 这种人不能再在公司里待着了 白彩薇 你被开除了 明天不用来公司上班了 梦露啊 多亏了你啊 这样正好他走了 我跟你升职 你现在是经理了 谢谢总监 跟我斗 最后还不是你满盘结束 我被开除了 有意思 差点忘了那个白梦露 你马上通知上美的人 明天总裁上任 是 大小姐 山昭 你为什么在公司一直欺负财位 你知不知道他是我认定的 要在一起一生一世的爱人 你现在让我怎么面对他呀 那 那我之前也不知道呀 你现在马上和我去给他道歉 我不去 你不去 咱们就马上断绝关系 哥 你居然为了你的女朋友打我 明明我们才是亲兄们一家人 你随意欺负同事 犯了错 就应该给一位女儿受伤的人道歉 妈没教好你 我来教你 哥 我知道错了 我道歉 走 快点 沈颂 你怎么来了 彩卫 我带他来跟你道歉 还不赶紧跪下 武器 我知道错了 之前都是我不好 不应该欺负你的 彩卫 我不求你原谅他 我也不求 我们能重新在一起 我只希望 你能给他一个重新改过自信的机会 我真的知道错了 这个是之前 我们欺负你的证据 我再也不敢 你就原谅我吧 看来 我妹妹看人的眼光还不错 你通过考验了 你什么意思 我不是白彩卫 什么 真正的白彩卫在京海医院 你去看看他 白彩卫 你都被公司开除了 出来干什么 你这个冒牌货都被公司开除了 还敢来上位 总监 这儿有一个对上次大呼小叫的员工 应该怎么处理 总监 你打我干什么 他都不是公司的员工了 你快把他赶出去啊 大家可都知道 真正的白彩卫现在还在医院里 你到底是谁啊 发什么疯 还不赶紧滚 总监 敢对上司张牙舞爪的员工又该怎么处理啊 对不起 是我没管好他们 我马上开除他们 还有这个白彩卫 打着我的旗号 装什么千金大小姐 又该怎么处理啊 你胡说什么 你还快滚 白彩卫 我告诉你 我才是金海首富白家的大小姐白长歌 白彩卫是我的双方圈内 上美的总裁是我 怎么 你是富家千金大小姐 白彩卫 你骗我 总监 把这个钱君给我丢出去 还有这个白彩卫 你们欺负霸凌我妹妹的政治都在 你怎么过牢吧 嗯 不快 总裁 我错了 你放过我吧总裁 我错了 对不起 莎小姐我再也不敢了 把他们给我戳出去 你们俩快滚滚 总裁 快点滚 总裁 妹妹 你终于醒了 妹妹 你认错人了吧 我只是个孤儿 我没有认错人 我没有认错人 你是金海首富白家的二小姐 我的双胞胎妹妹 你本是金枝玉叶 应该千交万贵地长大 可惜小时候走丢了 游落在外那么多年 害你吃了那么多苦 都是姐姐的错 原来 我不是孤儿 我也有姐姐 妹妹 公司里那些害你的人 姐姐都帮你报仇了 以后 再也没有人敢欺负你了 谢谢姐姐 我给你带来